你不是男人 这是一部出道极巅峰的下饭神剧 和以往高开低走的美剧不同 他每季评分持续飙升 一部小新还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就是备受影迷亲爱的美剧绝命毒师 话不多说 正片奉赏 我们的男主老白是一名化学老师 可人到中年并不如意 老婆是个高龄产妇 儿子又天生残疾 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然而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日后这些会变成压倒他的最后一棵稻草 一跃成为赫赫有名的毒枭大牢 但在此之前 老白还在亲近所能传到授业 不过总有一些瓜娃子在课堂捣乱 他让学生回到自己的座位 可对方仗着富二代的身份胡作非为 在教室里托出刺耳的噪音 放学后 老白来到洗车场兼职收银员 抠门的老板却让他闲着的时候去外面洗车 他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自己清洗的豪车 竟然是课堂上那个嚣张富二代的作家 结果自然免不了被一顿羞辱 但为了家庭开支 老白忍了 回到家 妻子给了他一个惊喜 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可除了一句生日快乐 全场的焦点很快便转到妹夫汉克身上 他是一名基督警察 拿着手里的家伙抢尽了风头 还在家里的电视播放他被采访的新闻 老白有点不爽 可当他看到电视上缴获的一大大现金 他被彻底吸引了 制作白面竟然这么赚钱 这也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犯罪的种子 然而灾难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这天老白正在洗车场工作 抬头看到一位嘎嘎力的美女 血压瞬间飙升 一口气没上来昏了过去 来到医院 他以为只是太激动导致的婚 不料医生郑重地告诉他 你得了肺癌而且不能动手术 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化疗多活几年 老白故作镇定 他提醒医生领口有芥末酱 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慌张 回到家 看到怀孕的妻子 还有数不完的账单和信用卡 老白便将此事瞒了下来 他一个人来到洗车场发呆 看到老白闲着 那个抠门的老板再次让他去外面洗车 这次老白彻底怒了 长期以来积压在心中的不满 在这一刻通通得到释放 而这也成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点 可失去了兼职 就意味着少了一份收入 回来后他也不能累 于是拿出手机打给妹夫汉克 想要现场参观一次他们的缉毒行动 能出风头汉克自然不会拒绝 但老白只能作为闲杂人员在车里看着他们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个毒贩从后窗跳了出来 直到那人起身 老白才看清是自己的学生小粉 当天晚上 小粉刚把车盖上 就听到外面的动静 以为是自己暴露了行踪 看到是老师他一脸无奈 然而下一秒老师说的话让他怀疑人生 老白表示你有销路我有技术 我们可以合作干一票大会 小粉一脸蒙圈 这还是那个正义感爆棚的化学老师吗 经过老白一顿鬼迷日演的说辞后 很快便将小粉洗了毛 就这样 两人展开合作 老白利用手里的权限进入学校库房 将一切用得上的器具和材料通通带走 不得不说 第一次干这个还是有点心虚 随后他用仅剩的私房钱买了一辆房车 两人的制毒窝点也就成型了 虽然是第一次制作白面 但这对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老白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可小粉却只会捣乱 还差点搞出事故 好在老白是专业的 将一系列化学药剂反复融合提炼 仅仅半天的时间 就做了满满一盘子的高纯度晶体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 全世界都得为之疯狂 现在东西是做出来了 而且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自己完全可以批量生产 接下来就得靠小粉来打通销路了 本以为他很靠谱 没想到却给自己惹来天大的麻烦 他来到曾经的合作伙伴那里 表示自己手里有一笔大单子 殊不知对方对他怀恨于心 原来上次老白参观的那场 嫉妒行动 被抓的正是他的表弟 而小粉却扔下所有人临阵逃脱 这让他不得不花大价钱 把表弟保释出来 为了回点本 两人对小粉动起了歪心思 随后假装让他带路 刚下车 表弟就认出了老白 正是那天坐在警车里的人 慌乱之中 小粉一头扎到石头上 老白也不知所措 两人瞬间就被控制 眼看对方就要动手 男人心动了 看老白一脸人畜无害 随即带着表弟进入房车学习 可老白心知肚明 对方一旦知道配方 便会立刻将自己灭口 于是他在悬疗时 将手伸向了一旁的红灵 随后跑出车外 用身体顶住车门 原来红灵御水就会爆炸 从而产生剧毒物质 在密闭的空间里 根本撑不了多久 眼看车里没了动静 老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给自己和小粉 戴上防毒面具 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 第一次违法的老白一脸慌张 再加上后面还有两具尸体 结果一不小心把车开进沟里 老白彻底崩溃了 本想挣点外快补贴家用 却意外背上两条人命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竟然想起一阵警笛 这下麻烦了 他越想越起 自己想干点傻咋就这么难 为了拼出一线生机 老白拿出手枪 对准了迎面驶来的警车 可身为一名老师 还是没有勇气跟警察对着赶 他犹豫了 但又不想这么窝囊地 在牢房待一辈子 他痛恨自己的懦弱 于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想要有尊严地结束这一生 根本不会用枪 此时警笛声越来越近 他已经认命了 但老天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 迎面驶来的根本不是警车 而是救火的消防车 事情有了转机 老白连忙站到路边 心里的兴奋溢于言表 当消防车过去后 消防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老白跟他说了事情经过 随后叫来附近的村民帮忙 将房车从坑里拽了上来 对方看他们这副尊容 便知道两人绝对有问题 于是狮子大开口 要走了所有财物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处理车里的两具尸体 老白提议先将他们 放在小粉家里 再从长计议 处理完这件事 两人就分道扬镳 不料事情走向 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第二天一早 他就接到小粉的电话 小粉表示车里有动静 可那两个人 不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吗 老白听到也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妻子还在旁边 他只能匆忙挂掉电话 来到学校上课 但却因为小粉的话 心不在焉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他连忙去库房 拿了两瓶清浮酸 想要无声无息地 让尸体消失 这个东西最好用 然而小粉这边 却发生了意外 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下来一看 车门已经被打开了 他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里面的一具尸体 竟然不翼而飞 看来对方不仅没死 还有行动能力 与此同时 老白正在赶过去的路上 碰巧遇到逃出来的小疤 看到老白就像见了鬼一样 可他精神恍惚 没跑两步 便一头撞倒在树上 就这样 倒霉的小疤再次落入虎口 两人将他锁在地下室 老白责怪小粉办事不力 一具尸体都看不住 这话说的小粉竟然无言以对 现在两人都被难住了 尸体还可以拿清浮酸溶解掉 但那个活着的又该怎么处理呢 谁也不想去杀掉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了公平起见 老白提议用抛硬币的方法 来决定谁去处理尸体 谁去干掉小疤 结果老白运气稍微差了点 抽到了第二个任务 这让一直教书育人的老白如何下手 但愿赌就要服输 他拿了把刀 又拿起一个铁锤 比划了一下 感觉太残忍了 应该给对方一个痛快 突然他想起自己带回来的手枪 也不行 这东西声音太大 枪声一响就会被人发现 随后他带着一个塑料袋来到地下室 想要将它悄无声息地闷死在这儿 可刚下来 却发现小疤已经醒了过来 老白被吓得连忙跑上二楼 另一边 小粉为了溶解尸体 去商场购买具以细材质的塑料盆 找到后又亲自进去体验了一下 感觉不够大 根本就装不下一具尸体 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老白被他喘哭了 告诉他一个不够难道不能买两个吗 但话又说回来 他自己也是毫无进展 两人一顿忙活 结果啥也没干成 看了看时间 老白表示今天约好了陪妻子去产检 他保证明天肯定手刃小发 小粉无语了 看来老师的话也不能全行 但他不能再拖了 现在天气炎热 尸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 一旦被外人发现必定会引来麻烦 于是他将尸体抬到二楼 可化学不及格的他 忘了老白叮嘱自己的话 想要用氢浮酸溶解尸体 必须要用锯吸塑料盆 只见他将尸体扔进浴缸 再倒进强酸溶解 强大的腐蚀性瞬间冒起无数白炮 戴着防毒面具差点都没忍住吐出来 当老白回来后 听到他把尸体放进浴缸溶解愣在原地 这傻小子竟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他连忙来到浴缸下方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天花板已经被强酸腐蚀 下一秒 老白告诉他 氢浮酸不会腐蚀塑料容器 但会溶掉你那该死的浴缸和天花板 这也是小粉自辍学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知识的力量 可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血液伴随着强酸渗透到地下室 小八看到楼上掉落的液体 便知道自己的表弟已经遇难 他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然而此时楼上的两人也吵了起来 小粉表示自己的活已经干完了 你却始终对小八下不去手 说完一溜烟离开了这里 留下老白一个人不知所措 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给他一些合理建议 随后他拿了一份三明治来到地下室 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重重摔到地上 盘子也碎了一地 不知过了多久 老白终于清醒 他收拾好地上的残渣 将它们扔进垃圾桶 转过身又重新做了一份 顺便拿了几罐皮皮 再次返回地下室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从上学聊到家庭 身为教师的老白也十分感情 彼此还有互相认识的人 甚至萌生初放掉小八的念头 老白准备上楼去拿钥匙 可就当他把一拉罐扔进垃圾桶室 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事情 他将垃圾桶里的盘子碎片翻了出来 将它们放到桌子上进行拼凑 果不其然 少了其中最锋利的一部分 本想放他一马的老白愣住 但随之而来的 只有无尽的杀意 他打开地下室大门 假装拿着钥匙放小八离开 然后又借助开锁的名义 让他背对自己 老白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果不其然 小八将手偷偷放进兜里 然而这一切都被老白禁收眼底 看着死去的小八 老白后悔了 自己就不该走上这条不归路 现在他只想了结此事退出江湖 可他不知道的是 被自己亲手干掉的小八 是警方在这个片区的卧底 此时警方已经找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这个地中海就是老白的妹夫汉克 负责该地区的缉毒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同事在附近找到一个防毒面具 上面甚至还有老白学校的标记 回来后 警方根据现场遗留的信息 确认小镇已经来了一位新毒枭 并且手里掌握着尖端的技术 然而他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大毒枭就是自己那个一无是处的姐夫 今天是老白家庭聚会的日子 妻子却因为他最近夜不归宿发起了埋怨 妹妹见姐姐如此崩溃 便质问老白为何会让姐姐伤心 老白无言以对 只能说出藏在心底的秘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虽然他们总是欺负老白 但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家人 他们坐在一起研究该怎么办 妻子也表示会和他共度难关 但已经不想制作白面的老白之道 化疗不仅会让他请家荡产 而且还会给妻子留下巨额欠款 这让他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不料第二天 小粉直接找上了门 想跟不辞而别的老白继续合作 但却遭到他无情去感 并让他不要再来蛊惑自己 小粉一听 当即就怒了 直接拿出一打现金甩到老白的脸上 然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里 接下来的日子 在妻子的劝说下 老白开始接受化疗 几天下来 家里的钱就被他花了个金光 他接受不了自己拖累家庭 于是只能舍下老脸 再次找到小粉进行合作 为了对抗癌症 老白和小粉再次联手 两人分工明确 老白负责制作极品白面 小粉还是负责销售 但他认识的人基本都是瘾君子 根本就无法大量出手 忙活一天 去了成本俩人只剩一千多块 老白对此很不满意 他认为风险远远高于利益 于是让小粉打破常规 不要只局限于身边的朋友 可以去找那些黑帮试试效果 跟他们合作虽然有风险 但看在老白身患绝症的份上 小粉决定冒险一事 他找来一位道上的朋友 通过他接触到黑老大图库 小粉把货拿了出来 结果对方只是尝了一口 瞬间就爽翻了天 图库对这批货很满意 小粉表示这一袋只需要三万五 结果下一秒 必把大刀直接插到桌子上 图库让他们先走 这笔钱先欠着 小粉看对方不讲江湖道义 拿起货就要跑 几个壮汉直接把他拎了回来 图库见他不肯合作 随即便在保险箱拿出现金 小粉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 然而他刚要接过钱袋 另一边 老白接到电话 得知小粉出事 他立刻赶到医院 看到小粉肋骨折了十几根 老白的心情差到极点 要不是自己着急赚钱 小粉也不会遭此恒火 回到家 老白将头上的鸡窝T的干干净净 然后带上一包类似白面的金体 独自一人来到黑老大的地盘 也正是从这天起 绝命毒师的名号被彻底打响 他见到图库直接表明来意 让对方连本带力拿出五万块 这事自己可以不再追究 图库笑了 现在怎么是个人都敢来踩自己一脚 见对方执迷不悟 老白拿起一块带来的金体 卡了咪们全都傻眼了 这什么东西威力这么大 他们将枪口对准老白 可此时老白又拿起一整袋金体 黑老大当场认识 一块结晶就有如此威力 这要是一袋扔下去 自己必将事骨无存 他连忙拿出五万块表示成 还想让老白下次多做一些 并保证会把现金带走 临走时图库好奇地问了一嘴 就这样 老白用实力弹下一个大胆 还给黑帮上了生动的一刻 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 把文化人惹几眼了 他们绝对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可怕 老白看着手里大把的钞票 第一次感受到赚钱如此轻松 他不自觉地兴奋起来 从这一刻起 绝命毒师正式上线 这位曾经懦弱的化学老师 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仅思想有了转变 就连脾气秉性也和之前大相径提 这天警方来学校调查 那批丢失的实验奇才 老白坐在下面里都不忍 甚至还对白嫂动起了歪心思 面对老白的进攻 白嫂没有阻止 这让他更加得寸进尺 结束了询问 当即就在车里向怀孕的白嫂开火 回来后 采购原材料的小粉却遇到了问题 他们制作白面的其中一个原材料 被一个商户垄断 价格是原先的十倍 如果购买必定是血本无归 可现在黑老大的订单迫在眉睫 老白当即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去拿这批原材料 当天晚上 两人来到栅栏前 剪掉铁丝网进入商家库房 看到安保进入卫生间 他们用绳子将厕所五花大绑 随后来到库房门前 将铝热剂放在门锁上 经过加热 瞬间爆出上千度的热量 两人进入库房 顺利找到一桶原材料 这已经足够支撑他们做完这批货 可怜的安保今晚只能在厕所里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本想开着房车去郊外干活 可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 发动机冒起白烟 他们只能将制毒窝点零食安置到小粉家里 经过一天的制作 终于完成了黑老大的订单 可当图库看到这批货蒙了 因为他还没见过蓝色的 老白表示自己用了不同的化学程序 颜色才会发生变化 但绝对比之前的纯度还要高 图库试着尝了一下 当场憋出一句中文 接着表示你无论做出啥颜色 我都照单全收 然后让手下赶紧去拿钱 图库对两人之后的合作充满信心 可就在这时 一个Color Mephy得找点画面 这让图库很没面子 自己的台词竟然被手下抢了 他越想越起 竟然当着两人的面干掉了Color Mephy 眼看着人都快没气了 黑老大还是不肯放过他 这下完大了 老白本不想再背上人命 现在竟然因为图库意识发疯 又把自己给脱下水了 黑老大尝了一口心形酿品 直接爽到标起了中文 制作他的人是 德国诺贝尔化学奖的老大 黑老大取出现金 并表示以后会长期合作 这简直就是被自己发掘的宝藏 本以为交易会顺利结束 这下让暴躁的图库 瞬间恢复原形 手下敢抢自己的台词 纯纯活得不耐烦了 Color Mephy直接被他一顿胖走 老白二人看得目瞪口呆 当对方离开后 两人连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可刚走没多远 又被图库堵在了这里 他将手下拖下车 并让老白快下车看看 原来他们刚准备回去 就发现手下被打得快不行了 只能回来让老白想想办法 他虽然神通广大 但眼下对方的脉搏已经停止 任谁都无力回天了 图库听到手下这么不扛揍 又给他来了几脚 老白二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此时二人只想离开这里 好在图库没有过多为难 回来后 小粉表示不想再这样冒险赚钱 这样迟早会被发疯的图库干掉的 老白却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对他还有利可图 安全问题不用担心 小粉拗不过他只能妥协 殊不知两人差点为此丢掉性命 就在当天晚上 身为警察的妹夫汉克给他发来一组照片 炫耀自己的工作 照片中正是被图库干掉的手下 老白愣住了 明明只死了一个人 现场却出现两具尸体 很明显是图库把另一个手下也给灭口了 但这次他是真错了 胖子是因为处理尸体不小心被砸到手臂 失血过多才发生意外 可老白二人却以为图库是在灭口 于是立刻回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当小粉来接自己的时候 老白懵了 图库竟然就在后座 两人为了活命只能选择跟他离开 他们被带到一处隐秘之地 看这架势 还以为对方要灭口 可随后图库说出实情 原来他的据点被警方端了 只有自己侥幸逃了出来 把两人带到这儿 是想让他们跟自己回墨西哥东山再起 原来图库还不知道胖子也出事了 只以为是他向警方告的命 不然胖子为何到现在还没回来 老白头皮一阵发麻 这要是让他知道胖子也死了 只会以为是自己告的命 毕竟那天只有他们几个在场 到时两人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为了保命 吃饭时老白趁图库不注意 将一小包防身用的毒药放进图库的碗里 而这一幕刚好被他一身残疾的叔叔看到 老白还以为他是老年痴呆 结果图库刚要开选 好在图库没有察觉 然而当他再次将卷饼送到嘴边时 叔叔又按响了铃铛 粉白二人集体蒙圈 他们没想到叔叔只是身体残疾 智商却远超常人 随后用尽全身力气 打翻了卷饼 图库立刻察觉到异常 因为叔叔从没这样讨厌过一个人 看到叔叔按响铃铛 他就知道这俩人肯定有猫 于是抓住小粉就往出走 老白知道大事不妙 连忙追了出去 看到图库逐渐失去理智 他只能说出实情 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小粉则趁机拿起一块石头枯斥就是一下 两人缠斗在一起 老白连忙去捡枪 但他发现自己根本下不去手 最终还是小粉掏出他腰间的手枪 小粉将心中的怒火全都发泄了出来 可真到动手的时候 两人都怂了 老白决定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 随后来到车上就要跑路 然而当他们正要打火时 才想起车钥匙还在图库身上 还没等两人去拿钥匙 他们又发现远处有一辆车 这下麻烦了 两人还以为是图库的小弟 连忙躲到一个土坑后面 但这次他们是真的错了 来到这里的不是别人 正是老白的妹夫汉克 作为嫉妒警 他根据情报找到了这里 图库看到汉克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便拿出武器展开火拼 他必须挣扎 一旦被抓住也是难逃一死 经过一顿人体瞄边 两人同时打光了子弹 汉克抓住机会 用毕生锁学秒换弹甲 上堂 瞄准 当图库出来的一瞬间 这就是专业 老白看到是妹夫汉克 连忙起身跑路 因为自己也在抓捕名单内 一旦让他看到自己在这儿 必定会暴露身份 于是两人转身走向戈壁深处 来到马路上 老白拦下一辆车 自己无缘无故消失了三天 家人肯定已经报了警 他必须给这三天一个说法 于是老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了不让家人和警方产生怀疑 他才出此下策在超市鲁门 不出意外 老白被送进精神病院 并通知了白嫂过来认女 看到妻子疲惫的模样 老白没能忍住眼角的泪水 不过这样也彻底消除了他的嫌疑 一个癌症患者迫于压力离家出走 期间精神恍惚没有任何记忆 说出来也很合情合理 与此同时 回来的小粉发现家门口来了一辆警车 按照老白跟自己说的 只要他不出现 警方就没有正当理由闯进他家 小粉也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直到警车离开 他才带着兄弟进入地下室 将所有实验器材清空 以免给警方留下证据 随后好兄弟叫来他的老表 将房车和盆盆罐罐通通拉走 接着让兄弟在两个小时以后 去公用电话亭举报自己 这也是老白给他脱罪的一个重要环节 两个小时以后 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了一家旅馆 小粉正和老情人共处一室 他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下一秒 特警破门而入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 来到局子 汉克问他的车子为何会在图库那里 很多小伙伴可能对这台车没有印象 就是上一集汉克和图库交伙时 旁边抢镜头的弹簧车 汉克认为他和图库绝对有联系 小粉一脸懵圈 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人 他这几天一直和老情人待在一起 手机也忘在了车里 回答得滴水不漏 但越是这样 汉克就越怀疑他 随后又告诉他车子已经被找到了 小粉听完不停地夸赞他们办事效率高 接着汉克拿出一个钱袋 正是小粉落在车里的现金 但相比于这些还是命重要 他表示这笔钱不是自己的 眼看问不出什么 汉克随即便对他的老情人展开审问 好在女人还想要小粉这个老主播 按照他交代自己的 女人说出这几天的经过 而这一切都在老白的计划之中 只要女人坐实了口供 这几天一直和小粉待在一起 小粉便有不在场证明 以此来摆脱嫌疑 然而他们却算漏了一步 那就是图库的叔叔 当小粉看到他时 眼神里只剩下绝望 叔叔有一个特点 就是确认一件事便会暗想明大 这下彻底完了 小粉知道自己一旦被指人 必定是老底坐穿 然而关键时刻剧情却发生反转 当警官问他 叔叔迟迟没有暗想铃铛 但这绝不是他想放过小粉 曾经身为黑老大的他 年轻时发过誓 这辈子都不会和警方有任何瓜葛 几人不断逼问 想让他暗想手中的铃铛 然而叔叔却以实际行动拒绝了他 只见他满脸通红 一使劲 自从图库走后 这个片区就成为一盘散沙 老白和小粉抓住机会 开始大量制作艺术品 然而小粉野心膨胀 他说出自己的计划 就这样 小粉叫来到上几个靠谱的兄弟 跟他们小只一里动之一起 几人都尝破老白做的艺术品 再加上图库出事后 这个片区已经成为一块大肥肉 现在做绝对稳赚不赔 几人当即便答应下来 都使出看家的本领 毕竟卖得越多赚的也就越多 老白两人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可跟尹君子打交道 出事是迟早的 就在这天 瘦子被两个毒虫堵在走亡 因为小粉主要以商业为主 并未给几人配备武器 瘦子直接被他们抢走所有货源 听这笑声 就知道尹君子有多变态了 此事一出 老白立刻找到小粉 他表示要做大做强 那两个毒虫必须解决 可小粉误会他的意思了 直接把瘦子的损失 给老白扔了过去 他认为没必要 因为这点钱伤了和气 但老白明确告诉他 要是到上的人都知道 打劫了你还没事 到那个时候 你连吃后回药的机会都没有 当天晚上老白给小粉带了一件东西 一个镜头告诉你 一线缉毒人员到底有多危险 汉克和同事们正等着卧底引毒霄出来 可毒霄没等来 他们却发现卧底的人头朝这边缓缓移动 汉克当时就傻了眼 连忙驾车奔赴目标区域 现场的一幕让人毛骨悚然 卧底的人头竟然被绑在了乌龟身上 毒霄的手段简直丧心病狂 汉克看得有点恶心 连忙去取证物带 殊不知他也因此捡回一条命 同事们纷纷笑他没见过失眠 可下一秒 在场的警员死伤惨重 刚刚嘲笑他的搭档也被炸掉了一条 看着现场的惨状 汉克恨透了这些毒霄 可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姐夫就是当地最大的毒霄 自从屠库死后 老白便让小粉立威 成为别人眼中不可招惹的存在 这也为他日后垄断市场 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目标便是动了他们蛋糕的毒虫夫妇 虽然过程有点波折 但小粉终究还是把他们一窝给端了 他的名号也在这天一炮而红 不过小粉也因此有了心理阴影 甚至萌生出金盆洗手的想法 老白得知此事对他进行疏导 他表示你现在就像个河豚 其他人就像小鱼 以你现在的名声 只要跺跺脚 其他人都不敢正眼看你 通过老白一顿鬼迷日眼的说辞 小粉重拾信心 他立刻把兄弟们召集过来 告诉他们可以各自招人 组成一个庞大的业务链 这样他们就能从小打小冒 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商业帝国 众人听得热血沸腾 随后他向老白通报了会议内容 然而老白早就有了下一个计划 那就是垄断市场 占领整座城市 以此来抬高货源转的盆满多满 小粉被他的野心吓到了 他感觉眼前的老白既熟悉又陌生 经过一天的车马劳顿 小粉回到家刚好碰到女房东 真一也在外面 看到天色尚早 于是他决定聊聊这个女房东 小粉说自己买了个宽屏夜镜电视 还配有36D环绕音响 听得珍妮当时就心动了 然而他却不知道 小粉根本就不是找自己看电视 就这样 女房东被小粉成功拿下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下卷毛被警方掉了鱼 卷毛刚拿出东西准备交易 两人得知卷毛被抓当时就急了 必须想办法捞他出来 一旦他口风不言迸出货源 他们最轻的都得把毛底坐穿 为了捞人 老白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律师 毒蛇索尔 他对这个案子也有所耳闻 据说是警方和缉毒局联合行动 想要捞人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卷毛供出背后的大毒枭海森堡 以此来代罪立功 老白听到当场愣在原地 因为海森堡就是他在江湖上的画面 这个办法肯定行不通 他问索尔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不料对方转身就走 看得出来 索尔并不想掺和到这个案子里 老白无奈只能用非常规的手段和他谈谈 当天夜里 索尔刚要下班离开 两人便从后面蒙住他的头 然后带到郊区 看着眼前正好能装下一个人的土坑 索尔当场就被吓尿了裤子 老白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收钱给卷毛辩护 二是送他领盒饭 索尔这才知道他就是白天被自己拒绝的人 为了活命 他表示自己会尽全力 并且还让两人象征性地给他一块钱 这是他作为一个律师的原则 第二天 索尔来到局子为卷毛脱罪 他向警方保证 会让卷毛供出幕后毒枭海森堡 但前提是将他无罪释放 能抓住大鱼 汉克自然不会为难一个小虾米 回来后 索尔根据自己的人脉 找来一个神似老白的替罪羊 此人常年替人坐牢 只要价位合适 即便是牢底坐穿也无所谓 而如今的老白最不缺的就是现金 他将这一切全权交给索尔处理 接下来 一场好戏正式开始 警方将卷毛放了出来 让他联系海森堡过来接头 由于索尔没有给他替罪羊的照片 结果他误以为眼前的老头就是假扮海森堡 卷毛频频给他发送暗语 对方却一直无动于衷 过了好一会儿 替罪羊才姗姗来迟 躲在不远处的粉白二人眼看计划就要失败 老白灵机一动 他让小粉下车去提醒他们 自己则驾车挡在汉克的车前打招呼 看似碰巧路过 实则暗藏玄机 无论他们如何去赶 老白都装傻冲愣 这也给了小粉足够的时间提醒卷毛 当老白离开后 警方正好看到卷毛和替罪羊交易的一幕 下一秒警笛声四起 替罪羊很懂行 直接双手抱头跪在地上 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没有了外部因素干扰 粉白二人又可以实施自己的垄断计划 为了在自己死前给老婆孩子留下巨款 他决定垄断本地所有艺术品货源 以他们现在的技术和名声足以闯出一片天 老白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 为了尽快量产艺术品 他骗妻子说自己去外地出差 老白虽然有一点愧疚 但等自己死后 他相信妻子就会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随后拿着行李箱走进机场 当妻子离开后 老白又从机场走了出来 来接应他的正式搭档小粉 按照老规矩 他们开着房车来到郊外 这样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他们了 在老白的带领下 对化学一窍不通的小粉也已经成熟 看来只要有钱赚 学渣都能拷北大 经过两天两夜的高强度工作 两人总共做了40多磅艺术品 去掉成本他们还能剩下130万美金 好家伙 怪不得做过这行的人就停不了手 两人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 现在只需要回去让手下进行分销 便会立即兑现上百万美金 然而当小粉准备打火离开时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车子竟然没电了 原来小粉为了省事 再来的时候把钥匙放在了大火器上 结果两天的时间下来 导致电池溃电严重 老白用看着智障的眼神看着他 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低能 好在他们还有发电机 可让老白更加崩溃的名场面来了 小粉一桶水下去 发电机当场报废 给老白看懵了 这小子是认真的吗 用干粉灭火发电机 还有挽救一下的机会 这下两个人只能在这里等死了 而且为了绝对安全 他们找的地方连信号都没有 两人最后一点水也浇在了发电机上 老白此时的心情已经不能用绝望来形容了 就这样 粉白二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又在这个鬼地方待了两天两夜 小粉质问老白那么厉害 为啥不能造点东西给车发电呢 这一下突然给了老白灵感 他让小粉收集各种金属零件 车上有的也可以往下拆 越多越好 果然应了那句老话 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老白一顿操作下 竟然利用金属做出了一个小型发电机 好在是成功打着了火 回来后 两人匆匆告别 小粉拉着艺术品开始搞钱 老白则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经过治疗 自己的病情竟然有所好转 连医生都说这是医学奇迹 所有人都替他感到开心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老白内心的想法 他要用老天多给他的这段时间 发挥自己的长处 用尽一切办法去赚钱 当小粉得知这个消息 为了庆祝老白的病情有所好转 两人当即便决定将生意扩大 把手伸向了东区的地盘 然而他们还没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已经坏了道上的规矩 原来胖子犯了江湖大忌 没有经过当地黑帮同意 编越界贩卖艺术品 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粉白二人得知此事也是一脸懵圈 由于他们急于扩充地盘 显然是疏忽了这点 但更糟糕的是 手底下的分销人员得知胖子出事 纷纷脱离了团队 毕竟比起命来 赚钱也没那么重要了 这也导致粉白二人手握金山银山 却无法将他们兑现分好 老白无奈只能找到律师索尔 据说此人手里的资源黑白通吃 各个行业都有认识的人 于是他们来到律师所碰碰运气 听到老白手里有40磅的火 索尔眼貌精光 他确实认识一位大佬 而且做事十分谨慎 自己可以给他们牵线搭桥 不过事后要付成交价的20%给他 老白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老白按照索尔的要求来到一家炸鸡店 届时大佬会在这里和他见面 他想不明白 这位神秘大佬怎么会约在这里 过了好一会儿 小粉才姗姗来迟 看这样子昨晚又没干啥好事 这时炸鸡店老板问小粉吃点什么 却被他直接拒绝 等了半天还没见大佬的影子 他可没有闲心吃炸鸡 此时已经过了见面时间两个小时 看来是情况有变 原来大佬今天看到他了 但却失去了合作意向 可能单纯的就是看他不顺眼 老白懵了 大佬咋还挑上长相了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再次来到炸鸡店等待机会 他突然意识到 对方能细致地观察自己 肯定是店里的内部人员 大佬又不会去干杂活 很快他便锁定了炸鸡店老板 于是老白找到老板开门见山 对方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他要找的人 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越是这样 老白就越确定他就是那个神秘大佬 身份被拆穿老板也不再隐瞒 他直接说出自己拒绝的理由 原来大佬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跟隐君子合作 老白保证合作期间 他可以不让小粉出面 每次出货他都亲自到场 看他这样说 大佬当即便同意了他的合作 并表示自己会通过电话和你联系 临走时 他送劝老白 永远不要相信一个隐君子 然而事实也正如大佬所说 就因为小粉没有自控能力 老白险些葬送了这次交易 这天他终于收到一条匿名信息 老白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连忙赶到约定地点 一个咔了咪将他拦住 并让他带着所有艺术品前往指定地点 限时一个小时 余妻就会取消交易 并且永久终止合作 老白连忙给小粉打去电话 因为所有艺术品都在他那里 可电话却迟迟打不通 老白无奈只能亲自去拿货 来到小粉家 敲门却完全没有回应 他直接强行破门而入 此时小粉和女友二人沉睡不起 显然昨晚没干啥好事 老白问他货藏哪了 经过一番寻找 老白成功找到艺术品 然而就在这时 妻子给他发来信息 让老白赶紧去医院 自己就要生亡 这下麻烦了 老白陷入两难之地 一边是上百万的交易 一边是妻子临产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还是决定先解决眼前的交易 毕竟机会只有一次 交易完成后 老白立即赶到医院 因为小粉的不靠谱 自己没能亲眼见证女儿的诞生 此时的他对这娘俩 只有无尽的愧疚 可转过头 却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个男人 是妻子公司的老板 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一座大草原即将 扣在他正亮的脑关门上 与此同时 小粉的女友醒来后 发现家里的门破了一个大洞 女友将此事告诉了他 小粉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忙去厨房查看 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 他连忙给老白打去电话 告诉他会被人偷走了 老白听到没承认是自己干的 既然他不靠谱 自己就要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 可没过多久 小粉就找上了门 原来他听了所有的电话留言 才知道或是老白拿走的 老白也没有掖着藏着 告诉小粉就是自己做的 要不是他耽误事 自己怎么会赶不上女儿出生 还差点丢掉一个百万美金的大单 听到钱 小粉像他索要自己的那一半 可老白知道 这笔钱绝对不能给他 否则他只会死得更快 随后告诉他 只要你彻底戒掉毒瘾 48万自己双手奉上 表示自己早就戒了 老白则拿来一个容器 让他当场尿解 小粉自知理亏 转身离开了这里 回来后 他向女友抱怨老白多管钱时 比他父亲管得还宽 两人明明只是合作伙伴 就这样 小粉又是一针下去 迷迷糊糊地把老白欠自己钱的事说了出来 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女友没想到小粉既然这么有钱 便对这笔钱动起了歪心思 很快 老白便接到一通电话 正是小粉的女友打来的 她开门见山直接索要那48万美金 不给自己就报警揭发 老白有点懵 这么大的事小粉竟然告诉一个女人 本来自己是为了小粉着想 但现在她也没办法了 老白只能把小粉那笔钱如数奉还 老白对小粉很失望 她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跟自己被盗认识 可离开后老白又不忍心抛下小粉不管 毕竟相处这么久 她早就把小粉当成自己的孩子 老白决定帮她脱离苦海 而小粉也将在今晚 永远失去了她心爱的女人 如果一个人还翻了天 千万不要随意晃动 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小粉的女友从侧身变成平躺 导致被呕吐乌烟到无法呼吸 老白刚要上前帮忙 可转念一想 这个女人就是个祸害 小粉迟早被她害死 如果就这么让她离开人时 对小粉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知道了自己毒枭的身份 并且还以此威胁了自己 最终老白很下心看着珍妮气绝身亡 第二天一早 醒来的小粉发现女友失去了生命体征 她连忙给女友做心肺复苏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她后悔了 或许自己就不该遇到她 因为一时爽快 失去了此生挚爱 她立刻给老白打句电话 并说出了事情经过 老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还让她不要乱动 自己会安排好一切 其实她早就联系了毒蛇索尔 派来一位专业人员到这里清理案发现场 让小粉摆脱所有嫌疑 光头将现场处理得干干净净 然后拿上那笔钱 光头让她把这句话印在脑子里 随后说出警方办案的流程 只要按照自己说的办 她就保证小粉不会有事 然而老白实在低估了小粉对女友的爱 这件事结束后 老白在一个毒窝里找到了她 此时她整个人萎靡不振 看到老白哭得就像个孩子 看她这样 老白有点心疼 但事情已经发生 她必须让小粉振作起来 为了不让她走女友的老路 老白将她送进戒毒所 希望在不久后的将来 她能洗心革面 临走时还告诉小粉 如果你出来时找不到我了 就去索尔那把钱拿出来 我把你那一部分全都寄存在那里了 这像一个长辈对孩子说的话 但更像是对好兄弟的临终遗言 没错 今天就是老白手术的日子 如果成功 她和小粉还有相见之日 但要是失败了 老白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她很淡定 因为自己已经给家人积攒了足够的财富 妻子为了让她放松 聊了一些有趣的事转移注意力 可老白却在麻药的作用下说错了话 也正是这句话 白嫂才知道她一直有一部自己不知道的手机 这也为两人的感情破裂打下监视基础 幸运的是 老白的手术很成功 现在的她基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当白嫂得知她可以独立生活 便准备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还给了老白一周的时间 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打包走人 原来白嫂得知老白有两部手机后 又思考了这段时间她的所作所为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老白有外遇了 老白愣在原地 自己为了这个家拼上性命 换来的却是妻子的不信任 她干的够当又不能告诉妻子 因为即便有一天她被抓 妻子也不会因此受到连累 老白原不上这个谎言 但这在白嫂眼里 就是默认了外遇的罪名 最终她还是没能拦住妻子的离开 没多久 天空一声巨响 两架飞机竟然在空中相撞 这似乎也预示着 没有了病魔和羁绊的老白 会在艺术界大展拳脚 绝命毒师将再次回归江湖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男人 竟然一把大火烧掉 自己用命赚来的钱 原来老白一天前被赶出家门 只因妻子怀疑她有外遇 可自己为了这个家出生入死 她又有什么错 想到这儿 老白后悔了 就在这时 妹夫汉克过来给老白收拾行李 她表示白嫂只是在气头上 女人都这样 消了气哄哄就好了 看着地上的钱袋 老白有点心虚 里面是她用毒销身份赚来的 50万美金 看她这么紧张 身为嫉妒警的妹夫 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 老白犹豫了一下 汉克还以为 她是心情低落才开的玩笑 殊不知自己的莲金 就是赫赫有名的 大毒销海森堡 第二天 白嫂亲自找上了门 老白还以为妻子终于肯相信自己了 不料她刚进屋就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白当场愣住 自己之前身患绝症 在临死前为了家人拼命挣钱 如今却换来妻子一纸修书 她不服 然而当白嫂戳破她毒销的身份时 老白直接被金的亚麻呆着了 既然妻子已经知道了 她索性将事情全盘拖出 可妻子依旧不肯原谅她 面对妻子的绝情 老白终究还是落入了下风 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 她再次来到炸鸡店找到神秘大佬 并表示自己要终止合作 从此江湖在五海森堡 可失去了她谁又能做出极品白面呢 大佬当即开出三百万的月薪 让她再为自己工作几个月 之后是去使刘希听尊便 不过老白心意已决 拒绝了大佬的好意 听到这儿 大佬微微一笑 心想你要是能退出江湖 算我这么多年白干 与此同时 在美墨边境的一个货车上 司机把偷渡客拉到指定位置 后备箱却突然传出枪响 两人正是图库的兄弟 江湖人称双子杀手 此次前来 就是为报图库被杀之仇 为了不走漏风声 两人将同行的一车人通通干掉 他们找到了图库的叔叔 看叔叔的眼神 就知道他等待这天有多久了 随后两兄弟 为了搞清仇人的名字 让叔叔一个一个字母确认 最终在他们一顿操作之下 写出了一个人名 看到是老白的字母拼写 叔叔激动的暗响铃铛 要是眼神能杀人 老白绝对活不到第二集 这边老白回到家 索尔特意登门拜访 因为老白是自己的大客户 听说他要金盆洗手 此次前来 是想劝他回心转意 然而老白心意已决 现在的他只想让妻子原谅自己 回归正常生活 索尔见状也不再为难 但出来后 他就派手下去监视白嫂 因为白嫂已经知道老白的身份 一旦他去举报 警方肯定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 光头趁白嫂家里没人 用电钻在墙上钻了个小本 再将窃听器埋入其中 然而就在这时 老白却突然回来了 他已经了断了江湖上的恩恩怨怨 便决定回来和妻子重新生活 殊不知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 白嫂能和他提出离婚 其实早就找好了下家 正是公司里对他垂涎已久的老板 当光头布置好窃听器 准备向上头汇报的时候 竟然发现一辆车 大摇大摆地停在老白家门口 两个西装暴徒打开后备箱 一人拿了一把斧子走了进去 此时双子杀手走进房间 听到浴室传来的声音 两人来到床边静静等待 感动他们的兄弟徒库 按照邦规 必须得让仇人承受分尸之痛 负责监视的光头健壮 连忙给老板打去电话 此时能救老白的也只有这位大王了 很快 两位猛男就接到老大的一条撤退短信 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二人只能服从命令 当老白出来后 屋里早就没了杀手的身影 原来正是大佬卡特救了他一命 随后那两名杀手的老大找上门来 此人名叫古斯曼 他们各自掌管着不同地区的面粉生意 彼此之间还有密切的关联 古斯曼为了不影响合作关系 才按照卡特的意思 让两个杀手暂且撤退 而他这次前来就是为了老白的事情 因为屠库是他们集团的重要人物 他的死跟老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人必须得死 但卡特告诉他 各位意思请认识 请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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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解释让图库的叔叔很不满意 很明显卡特就是要保下老白 至于合作多久 那就要看卡特的心情了 就这样 卡特暂时替老白挤出危机 另一边 回到家的老白和妻子见了面 他将自己制作艺术品挣着钱拿了出来 试图拯救自己的婚姻 可白扫心意已决 还告诉老白一个惊天秘密 老白愣在原地 自己拼上性命为了这个家 却换来头顶一片大草原 他彻底迷茫了 就连上课都神情恍惚 为此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 然而正当两人交谈时 老白竟然把嘴伸了过去 好家伙 这老小子简直是疯了 他也因此得罪校长停止查看 然而就在这时 小粉找到了他 两人许久未见 得知小粉戒毒成功 老白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看到老白被开除 小粉想找他重操就业 一起去找大佬卡特合作 可老白拒绝了他 还劝小粉趁早脱身 不料小粉直接拿出一袋艺术品 老白看到后当场发飙 他竟然用自己的配方做出这种垃圾 这是老白绝对不允许的 简直就是玷污自己绝命毒师的名声 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 小粉表示没有他 自己也能跟卡特合作 随后便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索尔 让他帮自己联系一下大佬卡特 面对老白的合伙人 卡特自然不会拒绝 很快便派人过来和他交易 可对方只给了小粉一半的现金 另一半则是留给老白的 小粉懵了 殊不知这都是卡特故意为之 很快老白便收到另一半现金 他愣住了 卡特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不想让老白脱离这个圈子 然而他刚回到家 小粉就给他打来电话 此时小粉以为老白在从中做狗 想撕吞他的报酬 老白也是一脸无奈 他早就惊喷洗手 但还是表明自己会调查清楚 不过小粉却根本不听他解释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为此老白带上那笔现金找到卡特 并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伎俩打扰自己 老白很疑惑 一向对艺术品要求很高的卡特 怎么会收购小粉的劣质产品 老白绝不允许这种裂品 侮辱自己热爱的化学 而卡特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老白回心转意 随后邀请老白去参观自己的工厂 这里表面上是个洗衣房 实则里面暗藏玄机 他们通过一个巨大的洗衣机进入地下 映入眼前的一幕让老白震惊了 这里竟然摆满了最先进的化学仪器 老白对这些设备爱不释手 而这个实验室 就是卡特专门给老白准备的 并且开出百万月星 只需要他跟自己合作 荣华富贵应有尽有 可老白心意已决 他还是拒绝了大佬的橄榄枝 卡特无奈只能启用第二套方案 他告诉老白 作为一个男人就要担负起该有的责任 就算不被尊重 也应该毫无怨言 一句话击碎老白最后一点尊严 至此绝命毒师再次上线 他来到索尔这里找到小粉 两人还不知道老白和卡特已经达成合作 索尔表示小粉以后制作的艺术品 会将其中的百分之十作为提成交给老白 也是对用他配方的报酬 老白看他这忘恩负义的样子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他拿出那笔钱还给小粉 本来老白想带他一起呢 可小粉的态度让他很失望 这才决定替他出局 小粉气急败坏 跑到路边捡起一块石头 对着老白的车就砸了过去 他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缉毒局的探员盯上了 并且还在加油站的监控里 发现了他制作面粉的房车 可通过长时间盯烧 汉克始终没有发现房车的踪迹 还是妻子提醒他 小粉以前是老白的学生 可以问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为了破案 他立即给老白打去电话 听到对方询问房车的事情 老白被惊得头皮发麻 汉克一出口 他就知道小粉已经被缉毒局盯上了 那辆房车上有自己和小粉制作面粉的证据 绝不能落入警方手中 他立刻给小粉打去电话 刚接通 他又连忙给挂了 因为小粉已经被汉克盯上 手机肯定也被监听了 当务之急是把房车销毁 看来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 他来到修理厂找到小粉的兄弟 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 看到大名鼎鼎的海森堡 修理厂老板不敢有一丝马虎 立刻联系废平厂准备销毁房车 当二人离开后 卷毛给小粉打去电话 说老白要把房车销毁 却没有说房车被缉毒局盯上 结果小粉误以为老白是要断他后预 火急火燎地出门前往废平厂 汉克看他这么急 悄悄地跟在后面 当老白看到小粉后愣在原地 看来这小子根本没意识到危险 这下麻烦了 缉毒局一定会跟上来的 火不其然 汉克的车子已经堵在了出口 他连忙把车门反锁 然后将所有车窗挡住 小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看向窗外 一瞬间整个人都麻了 这才知道老白的用心良苦 可现在说啥都晚了 汉克已经来到门外 他知道小粉在里面 但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姐夫老白也在这里 他让小粉出来投降 还能算他是自首 否则最佳一等 剑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他拿来一把撬棍想要强行打开车门 好在关键时刻 废平厂老板纹身赶来 汉克亮明自己警员的身份 不料老板并不买账 即便你是警员 但没有搜查令就是非法入侵 汉克笑了 想要搜查令简单 他直接坐在车里看着房车 让同事带一张搜查令过来 以免他们坐手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老白可不想坐以待毙 他立即打给索尔 让他想办法就自己出去 很快汉克便接到一通电话 自己的妻子竟然遭遇严重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汉克听到爱妻出事 也顾不上办案了 他立即驱车前往医院 殊不知这都是老白的轨迹 打电话的只是索尔手下的一名职员 汉克刚到医院 就接到妻子的电话 汉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与此同时 在老白和小粉的见证下 房车被压成铁饼 虽然证据毁掉了 但小粉却彻底激怒了汉克 他直接闯进小粉的家里 另一边 大佬卡特为了老白的安全 找到那两名从墨西哥赶来的杀手 他表示老白只是背叛了图库 但真正杀了图库的凶手 却是另有其人 话音刚落 汉克瞬间寒毛直立 一股浓郁的杀意扑灭而来 下一秒 来人正是双子杀手 他们得知杀害图库的是 缉毒局的汉克而并非老白 当即便掉转枪口来报杀讯之仇 汉克连忙逃出车外 看到兄弟双腿已飞 光头勃然大怒 他顺着地上的血迹一路寻找 不料对方身穿防弹衣 几枪下去竟然毫发无伤 光头则连开竖枪将其放倒 但尽凉绝之下 汉克眼看就要隐恨东北 然而坏人一般死于墨迹 自己两个兄弟死了一个残废一个 就这么杀了太便宜他了 于是回到车上取出战斧 他必须让仇人体验分尸之痛 然而这也给了汉克反杀的机会 地上刚好有一颗没用过的子弹 他哆哆嗦嗦地捡了起来 听着光头的声音越来越近 关键时刻手还不听实话了 汉克侥幸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光头杀手的老大给卡特打去电话 自己的得力干将出声 他一猜就是卡特搞的鬼 便质问他是不是对他们说了什么 卡特自然不会承认 但实际就是他透露了真凶的名字 双子杀手才会去暗杀探员 结果导致一死一残 古斯曼也不跟他磨叽 表示还有一个手下正处于昏迷 等他醒过来真相就会大白 然而他太天真了 卡特怎么会给杀手醒来的机会 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才会让双腿被截肢的杀手做出如此举动 门外的警员都愣住了 只有老白意识到 眼前的杀手很有可能就是图库的堂兄 看到他眼神里的杀气 老白更加确定了内心的猜想 他连忙打给自己的老板卡特 并表示想要自己继续为他干活 这个杀手必须立刻解决 然而就算他不说 卡特也早就对这个杀手动了杀心 几分钟过后 医院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所有警员都往杀手的房间跑去 不知什么原因 杀手竟然停止了心跳 看得一群警员都直呼过瘾 毕竟这样的刽子手人人得而诛之 看到如此景象 老白彻底愣住 他知道老板卡特很强大 但却没想到实力这么恐怖 在警方重重保护的医院里 竟然能悄无声息地干掉一个凶犯 这也让他内心有了一丝忌惮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卡特社的局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除掉合作伙伴古斯曼 一举吃下南北边境的大蛋糕 他利用自己在警界的人脉 将古斯曼的窝点抱了出来 对于赶袭击警员的毒贩 他们不会有一丝手下留情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枪声 卡特露出一丝圣人的微笑 看来戴着眼镜的不一定都是文化人 他也有可能是个败类 只是可怜了老白的妹夫 无缘无故被打了几枪 此间是了 粉白二人继续给卡特打工 因为巨额月薪 两人的身价已经达到七位数 然而一身反骨的小粉 却并不满足现状 为了那点赢头小利 每次出货都偷偷地藏下一点 而这也为他和老白 在日后惹来巨大的麻烦 身价飙升的小粉开始了新恋情 从女友口中得知 他的弟弟加入了一个黑帮 还在几天前杀了一个小混混 小粉突然想起几天前 越界被杀的兄弟 连忙询问具体情况 果不其然 案发的时间地点和兄弟 被杀出其了一致 为了给兄弟报仇 第二天他便找到女友的弟弟 小粉假装买货 见到了指使弟弟的黑帮分子 收完前两人便扬长而去 他们竟然将风险最大的活 让一个孩子来做 弟弟从兜里掏出一袋蓝色颗粒 正是自己和老白制作的蓝兵 他愣在原地 那两个瓜娃子 竟是老板卡特的手下 但即便如此 为了让好兄弟瞑目 他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们干掉 当天晚上 老白被卡特叫到家里 说是一起吃个饭 可老白心智肚明 卡特从不做这些行事主义的事 对方找自己来 肯定是另有目的 他拿起一把刀 让老白搭把手切一下大蒜 但他现在只想把老板给刀了 因为卡特找自己来的目的 他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 果不其然 老板已经知道 小粉坚守自盗的事情 看在老白的面子上 卡特饶了小粉这一回 但从他的眼神里不能看出 再有下次 谁的面子他也不会给 从没见过这样的下饭神剧 光是拍苍蝇就整整拍了一集 甚至一局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知是剧组经费不够 还是剧情需要 老白在拍苍蝇的道路上 是越走越远 按照他的解释 在实验室里 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污染源 为此他费尽心机 连鞋都挂在了天花板上 这样的剧不火 简直是天理难容 接下来就是老白拍苍蝇的神操作 他刚把鞋够下来 突然发现苍蝇就在不远的栏杆上 好家伙 为了一只苍蝇也算是拼了老命 当小粉来到实验室 看到老白这荒唐的举动 菜里都不远 拿起原材料就要干活 但老白就是这样 认准的事必须完成 即便他是一只苍蝇 然而下一秒 苍蝇就趴在他脑门上 小粉求之不得 道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老白被砸懵圈了 谁能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森堡 出来后 小粉找老白喝了一杯 他表示自己的兄弟被卡特的手下干掉 但老白也是有心无力 经过上次杀手的事情 他深知卡特恐怖的实力 想要动他的人 两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听到老白不愿意帮忙 小粉决定自己动手 通过观察 他发现自己的老情人 每次拿货都会给他们带吃的 于是小粉找到老情人 让他帮忙下药 通过一顿鬼迷日演的沟通 老情人最终决定再帮他一次 殊不知大佬卡特已经知晓了一切 但他知道小粉是老白的人 于是派出麦克来跟他谈谈 为了小粉的安全 老白将此事全盘拖出 第二天 小粉带着老情人刚要动手 就被麦克截胡直接带走 他被拉到一处郊区 走进房间 看到老白和卡特坐在一起 旁边还有那两个 害死自己兄弟的黑棒分子 他便知道是老白出卖了自己 殊不知卡特是看在老白的面子上 否则小粉刚刚就会惨死街头 卡特给小粉一个忠告 就是跟自己的手下握手言和 本以为自己给足了小粉面子 不料他当场拒绝 因为他不能接受这帮人派一个孩子去杀人 而且那个孩子还是自己女友的弟弟 卡特为了尽快解决此事 他让手下不许再利用孩子 还警告小粉不可以再闹了 就这样 在卡特的调解下 小粉不情愿地跟他们握手言和 本以为这事就算翻篇了 不料当天晚上女友的弟弟就出事了 为了不让他泄露秘密 他们竟然将男孩残忍地杀害 这无疑是触动了小粉的逆拟 他拿上武器直接找到那两名黑帮分子 也正是他今晚的举动 将自己和老白推到了大佬卡特的对立面 两个瓜娃子一死一残 来人正是老白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扣下扳机 小粉看懵圈了 这还是那个性格温顺的化学老师吗 老白知道自己闯了大火 被他干掉的两个黑帮分子 正是大佬卡特的得力干将 但卡特并未追究老白的责任 只是让他交出小粉 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然而他实在低估了两人的塑料兄弟情 老白没有说实话 作为代价 他失去了卡特的信任 而且很快便给他派了个新的助理 此人在化学领域造诣极高 根本不是一个当助理的料 看来卡特是对自己动了杀心 一旦秘方被对方学成 就是自己被灭口之时 事实也正如他所料 在派来这个人之前 卡特曾亲自上门拜访 让他竭尽所能学习老白的技术 并承诺他一旦学成 就会让他主管实验室 这边老白为了活命 在一处隐秘之地见到了小粉 并让他去干掉新助理 可小粉此时只想脱身 他表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老白无奈只能拜托小粉去找他的地址 剩下的交给自己解决 看在两人的情分 小粉决定再帮他一回 几天后 老白接到一通电话 得知了助理的家庭住址 当天晚上 他正要准备行动 不料卡特的手下 直接将他堵在家门口 以实验室故障 唯有把他带到洗衣房 看到迈克 他就知道完了 肯定是卡特对自己下了杀令 老白不想坐以待毙 他恳求迈克 毕竟两人还算有点交情 情急之下 他表示自己可以免费干活 只求他能饶自己一条狗命 可迈克怎会为了他忤逆老板 老白无奈只能说 自己知道小粉的下午 还当着两人的面 给小粉打去电话 听到这儿 小粉拿上武器立即出发 迈克气急败坏 就要将老白干掉 可当他爆出助理的家庭住址 迈克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一旦助理被杀 老白又会变成唯一 掌握蓝钉技术的人 他让手下赶紧去救人 可现在说啥都晚了 小粉已经赶到了助理家 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有点犹豫 但为了老白 他只能狠下心 小粉为了老白 对陌生人痛下杀手 当卡特的手下赶到时 已经为时已晚 出来后 他发现小粉并没有离开案发现场 就这样 小粉被他带到实验室和老白会合 得知助理被杀 卡特的眼里简直能喷出火来 因为他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再找一个代替老白的毒师 随后卡特穿上防护服 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刀 老白还以为他要灭口 连忙表示自己能为他创造很多价值 现在干掉自己很不明智 不料卡特走到手下身边 趁气不备 一刀就捅了下去 这突然的一幕让众人惊呆了 原来他性格十分谨慎 得知手下在案发现场被人看到 他果断一刀将手下送走 接着换上西装 又变回了正当商人 粉白二人也因此逃过一劫 但以老白对卡特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一旦蓝兵技术被对方掌握 就是他和小粉被灭口之时 为了将主动全握在自己手里 他从军火贩子那逃来一把称手动武器 回到家反复练习开枪动作 直到他自认为练得炉火纯青 于是便开始找机会干掉卡特 可对方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因为自从上次的事情过后 卡特便一直没有来过实验室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 当天晚上 老白驱车来到卡特家里 然而他刚走到马路上 一个电话就毁了他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老白愣在原地 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对方都了如指掌 只不过不愿意揭穿他罢了 可他又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找到卡特的手下麦克 想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点 并以卡特残忍干掉手下的刑警 表示老板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命 不如你我二人联手合力击杀卡特 只需要给他创造一个见面的机会 然而他实在小瞧了麦克的忠心 自从这件事过后 实验室便安装了追踪摄像头 无论老白走到哪里 监控都会无死角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这让他的计划更加难以实施了 一群全副武装的歹徒火力全开 竟然只是为了打劫一辆炸机车 解决了所有工作人员 两个瓜娃子登上后备箱 可下一秒 出手的正是卡特的手下麦克 而车里装的都是被炸机伪装的艺术品 因为最近频频出现劫车事件 这次他才过来亲自押送 果然还是让他碰到了 随后他将此事告诉了卡特 但他似乎并不担心 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另一边 实验室里的老白刚干完活 今天又是他一个人做了双倍的工作量 小粉一直无故矿工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 他来到小粉的家里 可这里早已一片狼藉 小粉也不知所踪 就连电话都落在了家里 他却不知道 小粉已经被麦克带到了一片荒漠 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 小粉还以为对方要将自己灭口 手里紧紧捏着钥匙准备反抗 不料麦克里都不理他 静止走向不远处的一块空地 起敲下去找到一个窟窿 原来这是他们跟经销商交易的地方 小粉只是被他抓过来协助收钱 麦克告诉他 像这样的活还有七个 今天的任务很艰巨 小粉有点尴尬 自己的被迫害妄想症似乎又严重了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小粉甚至认为这样的任务自己也能做 然而就在最后一战时 麦克刚走进一个废弃工厂 小粉就发现一个男人拿着喷子走不过来 情急之下 他一脚油门向后盗去 当麦克出来后一脸懵圈 忘了告诉他附近还有自己人了 他得手下打去电话 小粉这才摆脱追击 很快便赶回来接应麦克 他没有过多解释 但小粉能在这种情况回来接应自己 足以让麦克改变对他的偏见 第二天 老白来到实验室 看到小粉安然无恙地回来 连忙问他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小粉将这期间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听到他们要重用小粉 老白的脑海再次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 他在实验室提炼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 只要服下 就算是大罗神仙也就不了他 老白将毒药交给小粉 让他抓住和卡特见面的时机 想办法给他下药 果不其然 小粉很快便找到一个机会 今天是卡特和另一个黑帮见面的日子 由于对方嫉妒他的蓝兵技术 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搞事 这让卡特近些天损失惨重 于是在今天约了对方过来谈话 小粉则被麦克叫来打杂 他被安排去冲咖啡 眼前就是投毒的绝佳机会 可小粉却犹豫了 然而就在这时 和老板沟通完的麦克打断了他 原来对方的人马即将抵达 麦克让他去外面等待 就这样 小粉错失了一次良机 很快 敌对黑帮的头目抵达现场 卡特直接开门见山 他打算一次性支付5000万 以此来换取和平 本以为自己主动点对方就会妥协 不料小胡子根本看不上这点钱 他们只想要卡特的毒事 其他一切都免谈 可兰兵技术是卡特的命根子 他怎么可能答应 既然谈不拢 卡特也放弃了和气生财的想法 对方要打 自己随时奉陪 如果麦炸鸡有段位 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王者级别的存在 年轻时的炸鸡书为了在墨西哥站稳脚步 找到当地最大的毒枭寻求合作 此人名叫艾兰迪奥 一个是鼎盛时期的王者 一个是潜力十足的新星 但一山不容二虎 艾兰迪奥让他滚出墨西哥 合作的事情想都别想 看到对方翻脸 炸鸡书按道大事不妙 他极力解释自己无意冒犯 可对方的心狠手辣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 开枪的正是年轻时的丁丁书 看到搭档被爆头 炸鸡书上去就要和他拼命 无奈自己势单力薄 非但没有讨回公道 还被人耻辱地踩在脚下 经过这次的教训 也让年轻气盛的炸鸡书学会了姻缘 到后来发展成为一方大佬 可以说丁丁书功不可没 时间线回到现在 丁丁书已是全身瘫痪 可炸鸡书却想让他好好活着 因为自己要让他亲眼见证卡特尔集团的覆面 以此未借搭档的在天之灵 与此同时 还没痊愈的汉克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他们在两天前的案发现场 发现炸鸡书的指纹 并且通过炸鸡店附近的监控 看到死者近期去过炸鸡书的餐厅 但此人是个素食主义者 而且还在他的家里发现制作艺术品的相关书籍 汉克怀疑他就是毒销海森堡 炸鸡书就是他背后的神秘大佬 就这样 他们将炸鸡书教导局里审问 可他能混迹江湖二十多年不露马脚 肯定是有原因的 面对警员们的审问 炸鸡书对答如流 根本让人生不出一丝怀疑的念头 可越是这样 汉克对他的兴趣就越大 由于自己还没复职 行动也不太方便 于是找来连金老白给他当司机 第一站就是炸鸡书名下的洗衣房 老白蒙圈了 那里就是自己制作艺术品的实验室 这要是让汉克盯上绝对美好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老白突然猛打方向盘 撞向迎面驶来的小汽车 就这样 汉克再次重伤入院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 没想到汉克的敬业程度 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汉克在网上查到 炸鸡书有一个养殖场 如果他是背后的神秘大王 那这个超大的养殖场里 绝对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就想让他拉自己去实地调查 老白连忙表示自己这两天身体不适 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猜想让老白头皮发麻 因为养殖场正是炸鸡书出货的窝点 放下电话 他立刻将此事报给了炸鸡书 几乎在同一时间 养殖场内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迈克和小粉带着一众咔了咪开始搬家 可下一秒 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人 子弹就像瞎了眼一样打在男人的脚下 随后男人站到杀手的眼皮子底下 他张开双手 不懈地看着前方 似乎算准了对方不敢对他动手 果然如他所料 杀手被逼无奈只能撤退 因为他此行的任务只是警告 让炸鸡书交出手底下的毒师 面对威胁 炸鸡书自然不会妥协 何况对手还是他的仇敌艾兰迪奥 为了报仇他心生一计 当天晚上便找来小粉进行谈话 炸鸡书问他现在能否掌握老白的配方 小粉还以为他要干掉老白 罕见地硬气了一把 炸鸡书见他误会了 于是说出自己的计划 原来他想要小粉假扮自己的毒师 去跟卡特尔集团周旋 以此来阻止一场大战 小粉有点懵圈 回来后老白找上了门 他质问小粉为何没给炸鸡书下毒 小粉表示自己还没和他见面 不料老白拿出一个车在追踪器 直接触破了他的谎面 小粉一怒之下将追踪器砸了过去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自此粉白二人之间产生了隔膜 也正是因为今晚 让小粉坚定了自己去墨西哥的计划 不多时 炸鸡书带着几人来到卡特尔集团周旋 摘下眼罩 他们身处一间实验室 对方要求小粉先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听到这儿 小粉顿时来了兴趣 他决定给这群瓜娃子好好上一课 毕竟自己也跟老白混了这么久 结果对方笑话他只是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小粉越听越气 听到对方会说英语 小粉更加肆无忌惮 对着老头破口大妈 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再到环境卫生 喷得众人一阵头皮发麻 就连炸鸡书脸上都快挂不住了 好在他还知道来这里的目的 回到正题 经过数个小时的制作 艺术品逐渐成型 通过仪器检测 纯度竟然和老白制作的一毛都不差 小粉的实力狠狠打了对方一巴掌 就连炸鸡书都眼冒金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很快 卡特尔集团的老大艾兰迪奥召见了他们 面对杀死自己搭档的仇人 炸鸡书再次选择姻缘 艾兰迪奥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他只是对这个能做出极品蓝兵的年轻人感兴趣 殊不知炸鸡书今日前来就是要灭了卡特尔集团 他给艾兰迪奥带来一瓶堪比黄金的蓝宝石酒 可就在他们要庆祝干杯时 艾兰迪奥却迟迟没有喝下 他在等待炸鸡书品尝第一口 为了报仇 炸鸡书将满是毒药的白酒一饮而尽 卡特尔集团的大佬健壮也放下防备 谈完生意 艾兰迪奥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娱乐节目 可炸鸡书看起来却心事重重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去上厕所 进入卫生间 他立即反锁房门 打开水龙头 对着马桶就抠了起来 此时药效已经发作 艾兰迪奥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心律不齐 闭势逐渐模糊 一众手下也纷纷倒地不起 唯一没喝过毒酒的卡拉米也被麦克放倒 当炸鸡书出来后 派对已是一片狼藉 只有艾兰迪奥还在强撑 看到炸鸡书安然无恙 他越想越起 自己精明一事竟然栽到他最看不起的人手里 他刚要冲上去 却一个跟头栽进泳池里当场隐恨动 炸鸡书仅仅用了一个小手段 就让卡特尔集团全军覆没 但他也没好到哪去 残余的要性让炸鸡书备受煎熬 然而就在他们要上车离开时 一个瓜娃子突然从暗处偷袭 好在小粉临微不乱将其拿下 随后带着炸鸡书二人逃之夭夭 他们来到墨西哥的一个废弃厂房 而炸鸡书早就在这里安排了最专业的医疗设备 经过数个小时的抢救 炸鸡书体内的要性被清除完毕 但麦克却身负重伤不能远行 必须在这里修整两周 于是炸鸡书带着小粉准备反车 可经过这次事件 他也知道了小粉可以一个人撑起实验室 小粉没有别的要求 只求他别杀老白 这是自己的底线 炸鸡书没有回应 回来后 他找到丁丁书 拿出艾兰迪奥的护身 自己隐忍了二十多年 他终于消灭了卡特尔集团 为搭档讨回了公道 此时的丁丁书后悔了 当年他就不该惹下这堂烂事 现在整个家族遭到毁灭 他今后只能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了 与此同时 老白发现自己的实验室有人用过 他问是谁在这里干过活 对方没有明确回复 但他已经猜出是谁 当天晚上 他找到小粉 可小粉还在为监视他的事情心有芥蒂 老白连忙道歉 并表明千万不要一个人制作蓝兵 一旦炸鸡书发现你能替代我 他绝不会对我心慈手软的 不过小粉并没有因此而答应他 两人也不欢而散 然而老白刚转过头 炸鸡书的手下就把他抓了个正着 他被带到一处荒漠 但炸鸡书却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这也是小粉为他干活的要求 他让老白离开实验室 永远不要和小粉有任何接触 否则就会杀他全家 包括他刚出生的女儿 还有他那个缉毒局的连金 老白曾经承诺会解决此事 可到现在对方把自己盯得越来越紧 所以他的连金必须得死 当炸鸡书离开后 老白知道不能再等了 因为自己知晓他太多的秘密 一旦被他想到干掉自己的方法 炸鸡书绝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他连忙找到索尔 看老白的样子就知道出事了 索尔立即把客户全都赶了出去 老白让他帮个忙 找一个能让他们一家人 重新开始生活的办法 不料索尔手里还真有这么一个神人 此人专门帮人改变身份 但凡是他经手的神人 就算是炸鸡书也不会找到 就是价格贵了点 四个人就需要五十万 不过跟命比起来 这点钱也不算什么了 临走时他让索尔帮自己最后一个忙 那就是给基督局打电话 提醒他们汉客有危险 做完这一切 老白连忙来到家里的地下室 可当他找到自己那笔巨款式 整个人都忙了 这里只有可怜的几大陷阱 他连忙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 Skyler 老白一家老小救命的钱 竟然被白嫂给了亲夫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冤种 自己被毒枭追杀攒下来的跑路前 竟然被妻子通通给了亲夫 看着妻子拼命地解释 老白彻底绝望了 不过白嫂虽然点了他一顶又大又圆的绿帽 但老白的内心还是希望家人安全的 他将妻子和孩子安顿到汉客家里 那里现在有警方保护 短时间内绝对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老白则准备独自面对这一切 等候着炸鸡叔的抱负 与此同时 小粉接到女友的电话 得知他的孩子出事 他连忙赶到医院 女友表示孩子就像得了流感一样 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 小粉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祈求老天保佑 心烦意乱地他出来打开烟盒 突然发现那只装着碧麻毒的香烟 竟然不见了 这个秘密只有自己和老白知道 在联想到孩子的症状 他连忙跑进重症监护室 将此事告诉了女友 并让医生按照碧麻毒素的方向去治疗 随后一溜烟地跑出了医院 这边老白还在家里等待杀手的到来 可杀手没等来 小粉却拿着手枪闯进家门 老白一脸懵圈 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小粉质问他为何要伤害一个孩子 毕麻毒素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现在女友的孩子中了毒 他怀疑老白就是凶手 可老白却突然醒过 这很有可能是炸鸡叔设下的局 他要伤害孩子激怒小粉 然后让他亲手去杀了老白 这样既解决了后顾之忧 又能让他死心塌地为自己干活 小粉显然已经进入了圈套 炸鸡叔的狠辣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老白经过一顿鬼迷越野的沟通 小粉最终选择相信他 转身就要去找炸鸡叔算账 老白将他拦住 他表示炸鸡叔的心智远超常人 想要报仇必须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 出来后 小粉听从老白的建议直接罢工 赖在医院里死活不走 以此来引炸鸡叔现身 老白则在家中制作远程遥控炸弹 只要炸鸡叔上当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很快 炸鸡叔就赶到医院 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 小粉还是拒绝了他 炸鸡叔看出小粉是在怀疑自己 他索性给小粉放个小长假 并告诉他这周可以不做了 但下周我要双份的艺术品 然而就当他要离开时 生性多疑的炸鸡叔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 既然小粉怀疑是自己下的毒 他把自己引到医院 必定是有所图谋 果不其然 老白就在对面的天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已经准备好遥控器 只等对方上车就按下引爆键 此时炸鸡叔还在四处张望 寻找附近的可疑人员 老白连忙低下团 虽然没有任何发现 但谨慎的炸鸡叔还是没有选择上车 这也是他能在江湖混迹这么多年的主要原因 老白想要干掉炸鸡叔的计划再次破灭 一声巨响 一代萧雄就此陨落 老坚俱华的炸鸡叔最终还是没能斗过老白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 第四季大结局正式奉赏 自从小粉能独立制作蓝冰 老白便知道自己和炸鸡叔只能活下一个 为了家人 老白必须得主动出击 他来到养老院找到丁丁叔 按照老白的计划 丁丁叔罕见地去找缉毒局进行合作 而且指名道姓要见汉克 虽然行动不变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对工作的热爱 要知道丁丁叔曾立下毒士 此生都不会与警方合作 现在他能主动提供线索 足以让警方高度重视 可很快打脸的阴幕来了 丁丁叔来这里只是为了用字母骂汉克一句 因为他曾经杀了自己的侄子徒库 这也是他临死前最后的绝强 汉克等一众高层一阵无语 殊不知这都是老白布置的一场陷阱 目的就是引炸鸡叔现身 让他误以为丁丁叔在和警方合作 不远处的老黑看到他出现在缉毒局 便将此事报给了炸鸡叔 很快 老白再次找到丁丁叔 不多时 炸鸡叔的手下也赶到养老院 对房间进行了全方位检测 确认没有危险后 再次给炸鸡叔打去电话 看来炸鸡叔已经对他动了杀心 为了给死去的搭档报仇 他决定亲自动手 但这也郑重老白的诡计 因为只有仇恨才能让他失去理智 然而炸鸡叔刚准备下手 对方竟然拼命地按响铃铛 这明显是在向外界传达某种信号 好家伙 即便是这样 炸鸡叔仍然不忘整理领解 死都要比别人死得优雅 一代枭雄也就此陨落 这边小粉还在实验室干活 听到外面的动静 刮娃子直接将他靠了起来 他还以为是队友来换班 结果却被当场放倒 小粉懵了 看来自己今天也难逃一死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来人竟是老白 他告诉小粉炸鸡叔已经身亡 我们可以彻底摆脱他的控制 随后两人开始清理现场 将实验室倒满燃料 一把大火将这里烧得干干净净 当白嫂看到炸鸡叔身亡的新闻 他连忙给老白打句电话 老白在干掉炸鸡叔之后 立刻回家收拾制作炸弹残留的证据 解除了危机 白嫂带着孩子搬了回来 可让老白郁闷的是 经过这次事件 妻子竟然对自己有些疏远 很显然是老白很辣的手段 让他感到害怕 老白也能理解 没经历过自己经历的事 任谁也无法接受 枕边人是个杀人如麻的大毒枭 他独自坐在床边不爽 可突然想起自己忘了一件事 与此同时 汉克来到炸鸡叔的洗衣店 这里曾是粉白二人的实验室 但此时里面已经一片狼藉 所有重要的证据 都被老白一把大火给毁了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曾是炸鸡叔的窝点之一 而汉克则被一个摄像头所吸引 这也正是老白想起来的事情 这里存放着他和小粉制作蓝冰的全部过程 得到线索 警方很快便找到 炸鸡叔存放录像的笔记本 好在没有开机密码 否则粉白二人当场就得老底坐穿 另一边 在墨西哥受伤休养的迈克 得知老大被杀 一脚油门就要踩回去给他报仇 不知开了多久 迎面飞来一辆小汽车 当他看清对方是老白 他二话不说就要将其干掉 小粉连忙挡在中间 自己也算对他有过救命之恩 他让迈克冷静一下 听老白把话说完 迈克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老白问他录像存在哪里 然而他说的地点正是被警方封锁的办公室 几人回去后 才知道笔记本已经被警方封存到证务室 迈克无奈准备连夜跑路 但老白有家有口 他还想试试有没有别的办法 然而迈克却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那个证务事件的比银行金库还要劳补 还有警员24小时巴上 根本不可能有一点机会 老白表示取不出来毁了也行 这句话给了小粉灵感 说干就干 几人来到一个废瓶厂 他们和厂主之前有过合作 只要钱到位 火箭都能给他造出来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很快便制作了一个强力磁铁装置 随着老白转动开关 笔记本当场报废 这一幕金的众人目断口袋 如果行得通 那么证务室里的笔记本也可以如法抛制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又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磁力 当天晚上麦克捂住脸来到监控下方 将摄像头打上马赛克 再用看家本领打开门径 做完这一切 他拿着手电筒给粉白二人打句信号 三人悄悄来到政务室墙外 小粉将车子开得足够贴近墙壁 接着转动开关 此时政务室里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所有金属物件通通朝车子的方向飞去 为了以防万一 老白直接将磁力开到最大 整个车子都失控撞向墙壁 警员察觉到异常 连忙跑出房外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们早就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两人愣住了 老白的语气就像是在跟手下说话 自从炸击书死后 他的心态也逐渐发生转变 第二天 警方清点政务室的损毁情况 炸击书的笔记本不出意外已经报废 但他的相况也因此损坏露出一串数字 上面正是炸击书的瑞士银行账号 而日后他将给老白带来巨大的麻烦 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家名为木戈的炸击公司 公司的董事长跟炸击书有过深度合作 从中谋取了大量不易制裁 当他看到办公室来了三名警员 便知道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 但他宁可死 也不会在牢房待一辈子 于是在卫生间选择用电疗结束自己的生命 另一边 粉白二人找到麦克 老白表示我有技术你有销路 只要能达成合作 不出一个月 南北大区将会彻底臣服在我们脚下 经过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 麦克还是拒绝了他 原因是他觉得老白的野心太大 而且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虽然利益足够大 但风险也着实不行 老白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与此同时 炸击集团的一众高层召开董事会 他们大部分人都和炸击书有过交集 但如今董事长为罪自尽 众人顺理成章地将罪名全都扣在了他的身上 可一旁的女人却坐不住了 因为董事长和炸击书的业务一直都是他在跑 为了将自己洗干净 利亚立即找到麦克 并将一份11人的名单交给了他 让麦克将他们全部干掉 这样就没人知道自己和炸击书的事情 但麦克怎会被他当枪使 更何况这11个人都是他共患难的兄弟 他表示自己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缝口费 没必要再去赶尽杀绝 麦克果断拒绝了他 回来后 他突然接到其中一个兄弟的电话 兄弟告诉他有急事 速速来自己家里一趟 多年的职业经验让麦克嗅到一丝危险 他来到兄弟家 从后门偷偷潜入进去 果然让他看到等待自己的杀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这个杀手也是自己的兄弟 看来利亚为了达到目的 已经开始不择手段 通过了解 原来警方没收了他们的封口费 否则他也不会接这套活 可即便是这样 麦克也不会放过背叛自己的人 都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麦克的心简直在低血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他当晚直接潜入莉亚的家里 麦克的心里虽然恨 但为了剩下九个兄弟的封口费 还是选择饶他一夜 因为只有他才能搞来大量假案 从而制作极品蓝宾 出来后为了凑齐封口费 他给老白打去电话 有了麦克的加入 粉白麦三人组集结完毕 他们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制毒窝点 很快几人便盯上了一家灭虫公司 每当有房子出现虫害时 房主便会找灭虫公司清理 他们会将整栋房子照起来 期间不会让任何人进去 而清理一栋就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这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实验室 虽然每次制毒都要换地方 但相比于安全来说 这些都不算什么 几人说干就干 他们以十万块的价格买通了灭虫公司 通过一顿鬼迷预演的条件 几位专家就被麦克洗了脑 而接下来就简单的多了 他们只需要在房主的眼皮子底下 将实验室所需的器材运进去 再将房主打发走 便可以开始制作艺术品了 经过几天的高强度工作 第一批货终于成型 两人足足做了50磅 虽然比之前少了很多 但这也算是一笔巨块 麦克通过渠道将他们全部扩散出去 整整换来了130多万美金 然而这笔钱还不完全是他们的 其中运货的司机就分走了27万 还有灭虫公司的10万 再加上他几个兄弟的封口费 最后一人只剩下12万 老白有点懵圈 这还没有给炸鸡叔打工这么多 但转念一想 至少现在是自己做主了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次出货 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出来后 老白将车子送去保养 当他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时 看到那顶属于海森堡的帽子 老白突然感觉这台车配不上自己 不难看出老白只是想找个理由换车而已 随后他直接提了一台跑车回家 看到儿子羡慕的眼神 他当即便实现了儿子的跑车梦 自从来到最后一集 老白便越发地膨胀了 这也预示着他的结局注定不会全身而退 随着老白的性情大变 白嫂越发地对他感到恐惧 他现在只想让自己和孩子远离老白 甚至连招呼都没打 就把孩子们安排到了汉客家里 老白当即就怒了 自己拼上性命为他们创造好的生活 反观妻子不仅给自己戴了绿帽 现在还要将他的孩子送出来 然而就在两人吵的不可开交时 白嫂说出了藏在他心底的话 此话一出老白的心声 另一边小粉去找丽亚获取假案 这也是迈克留他一命的主要原因 可就当两人将他运下来时 丽亚突然发现桶下面被人按了监听器 回来后小粉联邦将此事告诉了迈克 如果供货方被警方盯上 那麻烦就大了 但迈克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这是丽亚自导自言的苦肉机 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的掌控 现在必须马上将他控制住 如果一旦证实他和警方有瓜葛 那就只能怪他命不好了 麦粉白三人将他们的供货商 抓到一处废弃工厂 几人怀疑丽亚出卖了他们 于是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台词 让他给缉毒局打电话当面对质 如果证实了他和警方有合作 那么迈克将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丽亚不敢耍花样 按照迈克给他的台词 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让他们意外的是 缉毒局也不知道监听器的事情 由此可以推断 丽亚并没有出卖他们 这极有可能只是某个警员的个人行为 但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都无法从丽亚这里拿货了 迈克决定将他做掉以除后患 情急之下 丽亚表示自己能搞到取之不尽的假案 只求他们能手下留情 这一下让几人来了兴趣 随后他将地图展开 原来总公司每周都会往这边输送大量假案 而且中间有一段无人区是必经之路 只要从这里下手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劫走 虽然有难度 但这对开了挂的老白都不是事 他们提前来到无人区进行勘查 经过研究 很快便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几人搞来一台挖掘机 在桥下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将两个水箱埋在地下 再把其中一个注满水 这样就能在偷假案的同时 将同等重量的水返向注入火车 而假案和水基本可以完美融合 只要不被火车司机发现 这次他们就能获得至少1000加仑的假案 做好一切准备 第二天 当火车快要经过时 迈克派手下将其解体 他们将一辆故障车停在了轨道上 司机无奈只能配合维修 趁司机帮忙的功夫 老白等人开始行动了 小粉将水管连接到装有假案的货箱 然后打开阀门 往提前准备好的水箱输送假案 托德则是将水返向注入货箱 保持重量均衡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使来一辆皮卡 车主好心地要帮忙把车从铁道拉出去 这下不走都不行了 迈克呼叫老白赶紧撤离 但老白却要把水箱加满 眼看皮卡已经将货车推出铁道 此时火车司机已经回到驾驶舱 一旦火车启动他们还没撤离 几人肯定会被发现 Hold it! Hold it steady! Now! Close it off! Close it off! 好在是有惊无险 几人成功偷出一千加轮的假案 这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光是卖原材料就足以让他们闲鱼翻身 可就在他们为此庆祝时 却发现一个孩子就在不远处目睹了整个作案过程 几人无奈只能用轻浮酸将男孩溶解 怪就怪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不过这却惹来小粉的极度不满 因为女人和孩子是他的底线 他找到老白和迈克 表示自己绝不允许这种疯子留在团队 可老白却认为他做的没毛病 出发点也是为团队考虑 而且托德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把他踢出团队 他们就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封口费 要不就把他干掉 但几人又感觉没必要因为这个杀人 最终还是决定将他留下来 做点杂七杂八的活 只要把他掌握在可控范围内就行 出来后 迈克警告托德 这次自己可以饶他一命 第二天 迈克陪孙女来公园散心 却突然发现自己被缉毒局给盯上了 为了团队 迈克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另一边 小粉看到电视上报道男孩的新闻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老白知道他心情不好 索性给他放了个假 然而就当小粉要离开时 竟然听到老白在实验室里哼着小曲 看来老白再也不是那个善良可爱的花学老师了 这也为麦粉白三人组解散做好了铺垫 忙碌了一天 当老白拿着货回到据点时 发现迈克和小粉都在这里等着他 他却没想到 两人是来找他丧伙的 迈克表示自己已经被缉毒局盯上了 仅仅一上午他就甩掉了三拨几年 为了安全他必须退出 老白没有过多阻拦 因为两人的意见本来就不合 可让他意外的是 小粉也提出了金盆洗手 他没法走出阴影 无辜男孩的死让他备受煎熬 老白无语了 几人刚把一千加伦的假案偷回来 如果制成艺术品至少能卖三亿 结果两人说不干就不干了 最让他愤怒的是 两人竟然准备把假案给卖了 而且迈克已经找好了买家 这样一人就能分到五百万 但老白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最终三人决定分到扬镳 老白让他们留下自己那份 其他的他可以不管 第二天小粉跟着迈克去和买家交易 可对方的胃口很大 不仅要买他们全部的假案 还要让老白的蓝冰彻底消失 以此来垄断市场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否则一切免谈 小粉无奈只能再次找到老白 他说出买家的要求 不料却被老白一口回绝 随后他给小粉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当初他和朋友做生意 自己却因为几千块的房费把资金回收 现在那家公司已经上市 他却因为一点房费错失了十几个亿 老白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小粉没想到他的野心如此之大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打开 白嫂竟然提前下班了 记得两人上次见面还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老白为了展示家里的地位 让白嫂去做饭 并要求小粉留在家里吃饭 但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装批付出代价 饭桌上三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小粉夸赞白嫂的手艺不错 就像妈妈的味道 小粉实在是不知道说啥了 此时他只想赶紧结束这顿晚餐 可下一秒 白嫂直接把天给撩死了 看表情就知道老白后悔留他吃饭了 白嫂离开后 小粉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老白把他给堕了 老白也跟他说出自己的秘密 他表示自己跟妻子已经闹僵 孩子都被送去了妹夫家里 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 现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生意了 他已经无路可退 小粉见状也不再阻拦 当天夜里老白来到据点 想要拿走自己那份假案 不料迈克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为了交易顺利进行 迈克直接把他绑在了满气片上 接着就出门去办了点事情 但这却阻止不了精通数理化的老白 他拿了一根电线 用牙齿硬生生咬开保护套 然后连上电源 不顾肉体的疼痛打开了手铐 不得不说 老白对自己下手是真的很 当迈克回来后 发现那一千加伦的假案竟然不见了 他气急败坏地找到老白 为了保住一千加伦的假案 他带着小粉迈克来和大毒效谈判 老白表示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团队里负责销售的迈克即将退休 只要你能顶上他的位置 我可以把利润的30%给你 但前提是支付给迈克500万的退休费 卷毛不知眼前的男人是什么来头 于是问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这样 迈克拿到了他的500万 他和小粉匆匆道别 殊不知这一别就是天人勇格 随后迈克将陪伴自己征战的伙伴封存锦下 表明自己金盆洗手的决心 也是为了躲避缉毒局的追查 再将撤退物资藏在后备箱 然后把车子放到停车场以备不时之需 刚回到家 就被警方堵了个正着 汉克向他炫耀自己的搜查令 他却不知道迈克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我不其然 这趟汉克又扑了个空 回来后 领导得知汉克作为局长竟然亲自带队 而且还一无所获 责令他要顾全大局 不要在一个案子上用力过度 还取消了调查迈克的经费 不过汉克已经钻到牛角尖里了 结束会议后 汉克虽然终止了对迈克的调查 但他却将矛头对准了迈克的律师丹尼尔 经过调查 这天丹尼尔正要给迈克的手下存封口费 结果却被警员当场抓住现行 与此同时 小粉找老白索要500万钱散费 可老白却并不打算放他走 还夸他现在的手艺已经超越了自己 但小粉早就是破了他的伎俩 小粉也离开了他 不过生意还要继续 老白无奈只能找托德给自己打下手 两人随即便展开第一次合作 殊不知这将是老白做的最后悔的一次决定 第二天 他来找汉克酗酒 不经意间听到一个爆炸性新闻 迈克的律师竟然招供了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抓到迈克 等待他的只能是老顶坐穿 老白连忙给迈克打去电话 告诉了他事情经过 话音刚落 警方已经赶到这里 和孙女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了 他连忙逃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然后给索尔打去电话 让他帮忙去停车场取一下撤退物资 可索尔也被警方监视着 根本无法脱身 老白见状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他来到停车场取下钥匙 打开包裹检查了一下 里面不仅有现金和护照 还有一把枪 老白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 他来到约定地点 朝迈克索要监狱里那九个手下的名字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必须将几人斩草出根 可迈克却根本没理他 从老白手里抢过钱袋就要走 殊不知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他 老白邪恶的一面被激发出来 他急匆匆地回车里 拿了个东西朝迈克走去 当迈克回到车上 才发现自己的武器不见了 车子撞到路边 车内却没有迈克的身影 老白顺着脚印一路寻找 最终在河边发现了受伤不轻的迈克 此时他已无力挣扎 老白有些后悔了 后悔自己太冲动 因为丽亚也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他没必要夺走迈克的性命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老白无奈只能找丽亚询问名单的事情 可他怕说完就会被直接灭口 于是提出一个让老白不杀自己的条件 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职位 为他开拓海外的蓝宾市场 甚至可以帮他量身打造一套多元化的销售网格 看到老白心动了 利亚当即便写下那九个人的名字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很聪明 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保护自己 随后老白也拿起帽子 底下赫然藏着一根臂麻毒素 拿到名单 老白立刻联系杀手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在两分钟内 同时解决三座监狱里的九个证人 而这样做只是为了不给警方反应时间去实施保护 很快杀手便展开行动 老白开始倒计时两分钟 老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刚好两分钟 扫清了一切障碍 老白开始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在丽雅的配合下 他制作的蓝冰瞬间风靡海外 如此高效率的赚钱速度 也让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连老白自己都不知道挣了多少 他唯一知道的 就是这里的现金 他们一家十辈子也花不完 白嫂不想让老白继续下去 于是提出把孩子们接回来 让生活回到正轨 可手上沾了血的老白 真能全身而退吗 对此他没有回应 随后老白找到小粉 两人的见面有点尴尬 此时老白已经到达了 炸鸡树的高度 而小粉还是个底层的瘾君子 自从得知他用雷霆手段 干掉了九个证人 小粉就一直担心 自己也会被他干掉 两人说了一些往事 临走时老白告诉他 老白走后 小粉提心吊胆地打开包裹 里面竟是一打打崭新的钞票 他还以为老白是来除掉自己的 甚至搞了把枪防身 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太多了 自始至终老白都没对他动过杀心 或许他早就把小粉当成了亲人 回来后 老白告诉妻子 两人经历无数风雨 最终生活还是恢复了平静 有时候不禁在想 如果这部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有多好 可凡事都不禁念脑 这天妹夫一家过来聚会 整个派对都齐了融融 然而当汉科借用厕所时 他顺手拿起后面的书籍 殊不知这里藏着老白的惊天秘密 上面正是自己案子里一位毒师的亲笔签名 此人是海森堡的小迷地 他突然联想到那天晚上两人的对话 来到外面 他假装身体不适 连忙带着妻子离开派对 看到老白出来送自己 汉科直接打了个冷战 原来他刚刚发现老白的秘密 自己的联金竟然是他们通缉的大毒枭海森堡 汉科一阵后怕 就连开车的注意力都集中不了 即便是和毒枭火拼 他也从没这么慌张 这次他是真的懵了 自己身边竟然潜伏着这样一个人物 他不敢相信 于是连忙回家对照书上的自己 经过反复对比 两本书上的字迹完全一模一样 老白英明一世 却败给了细节 汉科内心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为此他直接请了病假居家办公 让手下把有关炸鸡书和海森堡的文件统统拿了管 然后将手下支走 开始整理整个案件的全部过程 查掠了所有人的档案 只有海森堡的身份最神秘 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然而当他发现老白就是海森堡时 整个案件竟然全都对上了 此时已经金盆洗手的老白还不知道 自己就要大火临头了 没多久丽娅找上了门 因为老白的突然退役 导致他向海外的渠道濒临崩溃 于是冒昧地请求他去工厂指导一下 可老白心意已决 不想再碰艺术品 便将丽娅赶了出去 白嫂吃醋地问他这个女人是谁 老白对待妻子没有半分隐瞒 为了捍卫主权 他直接走向丽娅 本以为能安稳地过上幸福生活 可好景不长 命运似乎又跟老白开了个玩笑 他的病情突然加重 可当他抬头时 竟然发现自己那本书不见了 家里从没有外人来过 这让他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联想到那天汉克的慌张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等到妻子睡着 老白来到车前四处寻找 果然让他在车底发现一个追踪器 看到这儿 他便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第二天 他直接来到汉克家里 两人寒暄了几句 但彼此都是兄弟 老白也不跟他拐弯抹角 直接拿出了追踪器 汉克见状眼神逐渐变得凶狠 他放下卷帘门 似乎做好了撕破脸皮的准备 要不是自己偶然发现 他做梦都想不到 老师本分的联金赶 指使杀手干掉九个污点证人 还炸了一家疗养院 大名鼎鼎 无恶不作的海森堡就是他 汉克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没有证据 但我绝对会以最快速度 把你送进监狱 老白听到也不再隐瞒 可他知道 再次复发治愈的几率极其渺茫 他恳求汉克不要再查下去 让自己安静地度过余生 然而汉克作为一名基督警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最大恶极之人 自此联金二人彻底决裂 出来后 他立即给妻子打句电话 不料汉克已经拨通了白嫂的手机 老白连忙赶到洗车场 可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办公室里已经没了白嫂的身影 咖啡厅里 不知情的白嫂和汉克见了面 他拿出录音笔 想让白嫂交代老白的罪行 可他却拒绝了汉克 因为老白的癌症已经复发 他想让丈夫安稳度过余生 并且还发现汉克根本没有证据 这一切都是他的推断 否则也不会找自己路口过 白嫂为了老白 当即便和汉克撕破脸皮 就这样 汉克想让白嫂大义灭亲的计划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 老白找到索尔 将自己已经暴露的事情告诉了他 索尔派手下将老白的八千万转移 现在汉克唯一能指控他的证据 就是这些钱 只要让这八千万消失 老白便彻底安全了 就这样 他拉着满满一车钞票出发 来到当初和小粉第一次制作艺术品的地方 找了个风水宝地就开始挖坑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他一个人从白天跑到深夜 终于将这八千万埋到地下 甚至还搞了点绿植用来伪装 为了记住精确坐标 他还特意买了张彩票挂在家里 做完这一切 老白已经是精疲力尽 直接一头倒在妻子的面前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第二天 老白告诉妻子 自己会在恰当的时间去自首 但他求妻子一定要保下这笔钱 否则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可妻子却劝他 你不交出那笔钱就没法自首 而且汉克现在只是推断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对策就是保持沉默 然而事实也正如白嫂所说 汉克虽然知道莲金就是海森宝 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实施抓捕 就在这时 搭档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表示自己已经抓捕了小粉 只要能套出口供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汉克立即对小粉展开审问 他表示我已经知道老白就是海森宝 而你就是他的合伙 如果你能全盘拖出 我保证能为你争取一个满意的解析 小粉却一脸不屑 对汉克的话嗤之以鼻 他宁可自己坐牢也不会供出老白 好在索尔及时出现将他保下 但老白却被彻底激怒 他必须得做点事情予以反击 于是在白嫂的配合下 录下了一段让汉克怀疑人生的视频 很快 两家人在夜市见了面 原本和睦的一个大家庭 随着老白身份的暴露变得四分五裂 为了让汉克彻底死心 老白夫妇在离开时 给他留下一张光盘 接下来一起欣赏老白炸裂的眼睛 和汉克十八条件 而且这段供词一旦放出 再加上两人的亲戚关系 即便老白落网 汉克也难逃其咎 因为那笔天价医药费 确实是被自己给用了 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两个家庭的决裂 从这段录像愈演愈烈 而这也更加坚定了汉克 要让老白复发的信念 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惨剧 粉白二人组分分合合 但看过的观众都知道 整部剧真正对小粉好的只有老白 然而这次他不得不忍痛将小粉送走 因为警方已经盯上了他们 为此老白特意联系了消失达人 想要送他远走高飞 可小粉却认为老白居心不良 只是怕自己连累他 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在这个鬼地方见面 一旦自己拒绝 很有可能连明早的太阳都见不到 听到他这么说 老白有些心痛 他早就把小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为了小粉能活着 老白还是坚持要把他送走 因为他站在这个位置必须得不全大局 回来后 索尔帮他联系了消失达人 他警告小粉 不要在对方面前搞艺术品 否则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为了保证小粉遵守规矩 黑胖在他出去时 以极快的手法将艺术品顺走 而这也为小粉的爆发做了坚实的铺垫 来到指定地点 小粉在这里耐心等待 闲暇之余 他又想来上几口 可突然发现口袋里的艺术品通通都不见了 只有一个蓝色烟盒还在身上 这让小粉想起那只必麻毒素 当初在女友的孩子出事之前 他就来找过索尔 那时候索尔的手下肯定用了同样的方法 取走了他烟盒里的必麻毒素 能让索尔这么做的也只有老白 也就是说 是老白给女友的孩子下了毒 一瞬间他想通了一切 当消失达人来接他时 小粉果断选择了放弃 他要找索尔问个明白 因为这对自己很重要 索尔连忙拿枪自尾 小粉却先他一步夺下武器 面对小粉的疯狂 索尔一脸蒙圈 然而当他说起烟盒里的必麻毒素时 索尔毫不犹豫地将老白供了出来 比起自己的面 他选择给小粉一个真相 剩下的就让他们师徒俩自己解决吧 也正是这次对话 小粉和老白彻底决裂 也为最后的毁灭做足了准备 当小粉离开后 索尔连忙给老白打去电话 与此同时 小粉已经闯进老白家 他拿着燃料开始肆意挥洒 是要和老白的房子同归于尽 可就当他要点火时 一直在暗中监视的汉克阻止了他 此时小粉的心态已经彻底崩了 他答应汉克自己可以转做污点证人 两人离开后 老白才姗姗来迟 走进房间 屋里满是燃料的味道 可他搜遍每一个角落 也没发现小粉的身影 老白当即便给小粉打去电话 但那边却显示无人接听 他无奈只能给小粉留言 约他见面把事情说清楚 这边汉克收到留言 让小粉按照老白说的办 并表示会在他身上安装监听器 一旦确认他的身份 便会当场将他捉拿归案 小粉为了报复当即便答应下来 镜头一转 他来到广场赴约 可小粉却突然注意到躲在暗处的壮汉 他还以为是老白派来干掉自己的杀手 小粉被吓得掉头就走 随后来到公用电话亭给老白打去电话 看来他已经被愤怒冲锋了头脑 巨大的广场上老白显得非常无助 他无奈只能忍痛再次不用杀手 可很快老白就接到一条彩信 上面正是自己埋在郊区的八千万现金 小粉命令他立刻前往埋钱的地方 否则就会将他们全部烧掉 老白当场蒙圈 这可是他的命根子 一旦被毁 他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 情急之下老白乱了方策 他压根就没想到这是对方设下的陷阱 然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由于汉克一直没有逮捕老白的证据 于是想到他唯一无法销毁的罪证就是那笔赃款 随即便把赃款当成切入点 他将索尔的手下黑胖抓了回来 然后伪造了小粉被击杀的照片 再经过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 黑胖直接被吓尿了裤子 他还以为老白是为了赃款的事情灭口 殊不知这都是警方的套路 他当即便供出了所有事情 不过那笔赃款具体在哪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货车在回来时沾满了黄沙 车里还有一把铁锹 汉克立刻就猜出老白把赃款给埋了 于是便伪造了小粉发现赃款的照片 就这样 老白在乱分交集下被引到自己埋钱的地方 然而当他感到准确坐标时傻了眼 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小粉根本就不知道他把钱埋在哪里 然而现在想走却已经来不及了 不远处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 他连忙给托德的叔叔打句电话 随后老白把精准坐标报给了杀手 可当他看清来人是自己的妹夫汉克时 老白犹豫了 因为他制作艺术品的初衷就是为了家人 经过短暂的挣扎 他咬牙取消了刺杀行动 决定以自己的牺牲来结束这一切 可事情真能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 老白直接走了出来 然后一步步来到汉克身边 汉克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将大名鼎鼎的海森堡捉拿归案 老白看到小粉跟警方合作 光是眼神就能把他给失了 两人连忙将他们分开 随后汉克让搭档在这里等搜索队 自己则带他回局子进行审论 可临走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抓到大鱼 非要找个人炫耀一番 然而就在这时 一伙武装人员出现在不远处 原来老白找的杀手并没有听从他的指示 擅自追了上来 他连忙让汉克离开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两边人马狭路相逢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警察 放下你的武器 经过激烈的交火 汉克身负重伤 搭档也当场牺牲 他努力地爬向前方 想要拿起喷子做最后的抵抗 可对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一个手下通过搜身 发现两人是缉毒局的探员 杰克听到便要掏枪结果了他 可老白连忙出声制止 他表示这是自己的妹夫 杰克听到也很为难 因为他们已经干掉了一个探员 如果放走 汉克绝对是个大麻烦 老白虽然和汉克反目成仇 但他制毒的初衷还是为了家人 于是提出自己用八千万 来换汉克一条命 汉克绝对他 汉克绝对我让你走 汉克绝对他 老白的心态崩了 自己一心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却没曾想害死了妹夫 此时杰克等人 按照老白提供的坐标开始挖坑 很快便找到他埋藏的脏款 但杰克并没有全部吞掉 而是选择给老白留了一千万 因为他不想跟老白撕破脸皮 殊不知从他开枪的那一刻起 老白便已经将他定为仇敌 或许自己就不该招惹他们 也不该交托德兰兵技术 否则也不会酿成今日的惨剧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此时对方人多势众 老白只能选择淫人 他们将罪魁祸首抓到他面前 老白告诉他 自己曾亲眼看着珍妮死去 他本可以就珍妮一命 但最终还是选择眼睁睁看他离去 说完这些 便让杰克将他带走 至于小粉最后是生是死 只能听天由命了 与此同时 玛丽找到白嫂 她将老白被捕的事说了出来 得知事情无法挽回 白嫂选择将真相告诉了儿子 小白不敢相信自己崇拜的父亲 是个大毒孝 他无法接受这一点 然而当他们刚回到家 就发现老白在收拾行李准备跑路 看到老白出现在这里 白嫂就知道汉克出了事 否则他绝不会放老白出来 为了媚妇 白嫂直接拿来一把刀 老白无语了 自己九死一生为了这个家 换来的却是妻子和儿子的不幸远 看着他们对自己疏远的眼神 他心如死灰 儿子甚至拿出手机报了警 有这样一家子圣母 也不知道老白是福还是活 为了报复妻子的绝情 他直接带走了小女儿 无论白嫂如何恳求她都不为所动 可事后女儿一直哭着要妈妈 老白突然意识到 自己以后只能是亡命天涯 何必让女儿跟着自己受苦呢 即便心中有万般不舍 他还是将女儿送了回来 但老白知道妻子已经被警方控制起来 于是趁此时机将所有罪行揽在身上 他责怪妻子从不支持自己 两人甚至为此分居 老白骂得很难听 但斯凯勒哪能听不出来 丈夫这是在为他脱罪 在这一瞬间 他的肠子都毁清了 老白在如此绝境还在为他考虑 可自己却不能给他一点家的感觉 听着电话里决绝的语气 白嫂知道自己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丈夫了 挂断了电话 老白将女儿放在了消防车上 他终究还是一人扛下了所有 当消失达人出现 老白无奈只能踏上亡命之旅 自从上次和老白匆匆一别 小粉已被困在地牢数月之前 这期间杰克一伙人竭尽所能地压榨他 让他做各种高纯度艺术品 做完就如同老鼠一般将他扔到地牢 这也是小粉人生中最阴暗的一段时间 唯一支撑他的就是这张女友照片 这天他趁守卫掉以轻心 拿出去别针打开了手铐 再将被子和马桶叠到一起 就这样 小粉终于逃出地牢 他一路狂奔 殊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所掌握 刚爬上铁网 就被他们抓了个正着 而这也将是他最后悔的一次行动 为了将他拴在身边 托德敲开了女友房门 或许小粉就不配拥有爱情 只要跟他沾上关系的女人 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随后杰克告诉他 这只是一个警告 下次再跑就要他女友孩子的命 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 另一边老白被消失达人带到深山老名 这里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只要不出门 警方绝不会找到他 为了老白的安全 对方临走时告诉他 自己每月会送来一批补给 但你要是敢擅自离开这里 我就再也不会出现 从这以后 老白便在这深山老林开始隐居 他最期待的就是每月送不及的日子 因为这里实在太孤寂了 这次对方给他带来一打报纸 老白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 他还打听到妻子的消息 现在白嫂和孩子们因为自己 已经被有关部门赶出家门 为了养孩子 白嫂只能靠小时工勉强度日 因为正常公司不会要他这种背景的员工 听到这儿 老白知道自己得为这个家做点什么了 当消失达人离开后 他毅然决然地走出房门 将达人警告他的话抛到门后 来到山下的一个酒馆给儿子打去电话 老白表示自己会给他们游过去十万美金 先度过眼下的难关 可小白非但不领情 还让老白怎么不赶紧去死 老白心如刀割 儿子绝情的话让他伤透了心 他一气之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报上自己的名字后 来到前台等待警方的抓捕 可就在这时 电视上突然播放他曾经合作伙伴的新闻 自己曾为了五千块将股份卖给了他 现在那家公司价值几十亿 要不是自己的一念之差 何至于落到如此下场 听到他们到处捐赠的消息 老白灵机一动 当警方赶到这里时 里面早已没有了老白的身影 老白为了把自己制毒的钱留给儿子 他特意找到曾经的合作伙伴 最近对方一直在四处捐赠 所以只有通过他们的手把这一千万交给儿子 警方才不会有所怀疑 为了确保这笔钱能真正到达家人手中 他还雇佣了杀手来警告他们 如果在儿子18岁生日那天没收到这笔钱 就别怪自己手下无情了 第二天 为了铲除所有对家人的潜在威胁 老白用自己的高智商展开行动 他先是约见了托德和丽雅 表示自己想跟他们重新合作 最近他研究出一个不用假案就能制作蓝冰的方法 可以大大缩减制作成本 两人欣然同意 丽雅让他先和杰克谈谈 殊不知彼此之间都藏着180个新年 老白的目的根本不是寻求合作 而是想找机会干掉杰克为妹夫报仇 丽雅也是想借杰克之手除掉老白 可他还是其差一招 多年的饮食习惯让他落入老白的圈套 他倒在咖啡里的根本不是白糖 而是老白提取的必麻毒素 随后老白找到妻子 将汉克被埋的坐标给了白嫂 听到是妹夫尸体的下落 白嫂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老白没奢求得到妻子的原谅 他知道这应该就是夫妻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随即便说出自己多年的心里话 这一句话也是变相地告诉白嫂 她很不喜欢曾经的自己 什么事情都要忍让 到处唯唯诺诺 现在的她才是真正的自己 临走时老白看了看小女儿 在心里做了最后的告别 当晚他开着自制的改装车来到杰克窝点 可一进屋杰克就翻脸了 情急之下 老白说这是你欠我的 我让你干掉小粉 而不是让你跟他合作 杰克很讲江湖道义 他让手下把小粉带来 让老白看看小粉的惨状 不料他郑重老白的圈套 他趁机将车钥匙握在手里 看到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小粉 老白一步步向前走去 突然一把将他扑在身下 然后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家伙 满满一屋子人全部隐恨东北 只剩下杰克奄奄一息 老白毫不犹豫地将他一枪送走 小粉健壮也懵了 他还以为老白是来灭口的 可从始至终他都误会老白了 老白将手枪交了出去 我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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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便知道臂麻毒素已经生效了 放下电话 老白了结了一切恩怨 小粉回过头 两人没有过多的话语 彼此的眼神只有数字不尽的往事 他们都知道 这一别就是永远 小粉开着车不知去往了何方 当他离开后 老白来到曾经工作的实验室 眼神中有回忆也有悲伤 要不是三年前发现癌症 他到现在也只是个善良的化学老师 回想起来 这三年其实也算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他将自己谨剩的时间献给了毕生所爱 伴随着警笛声响起 老白的生命也来到尽头 自此 绝命独死5G全部完结 看不死 这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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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已经得了 汤 这辈子 这辈子